好 我們先回顧一下早上講的一點點內容 我們早上是說呢 如果考慮一個連續函數 這個連續函數呢 假設定義在一個集合 叫S好了 錯到實數 然後這個S是在RN中 RN中的一個子基因 這個連續函數呢 它會有最大級 或者說它會達到它的最大級的方法 那時候有一個條件 他說這個S 要是一個什麼集合 我們說是一個B方塊 對不對 那後來有講解其他也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假設 我們說它是 If S is funded and the cost above 我就直接教你這個一般的情況 好 我們早上做的版本是 S如果是一個B方塊的時候 那是對的 那我現在要來說 我嘴巴口頭上講一下為什麼B的也是對的 那大家我先要解釋一下 Close的是什麼意思 Bounded沒有問題 Bounded就是S會包在一個方塊 有些方塊裡面 那Close的意思是這樣的 然後給個定義 我們說一個集合 一個 subset 叫做S好的 它在簡單一點 就在 RN中 我們說它是一個 open subset 它是一個開啟的意思是什麼 我先把邏輯的迅速寫出來 然後再告訴你 像這樣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對於S中的任何一個元素 任何一個元素叫C 好不好 隨便一個元素 我總是可以找得到一個半徑 R 使得任何在這個RM中的一點 只要這個X跟C的距離在R以內 就會保證X會掉在X 可以嗎? 這樣我就說它叫做一個開啟 那它的意思是怎麼樣? 意思非常地單純 意思就是這個S這個集合 講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只要裡面隨便調一個點C點 我總是可以找一個半徑 這個條件的相比是什麼? 這個條件相比是 就是X落在以C為中心 R為半徑的開球 所以整顆開球都要掉進來C 所以對於S中的任何一個C點 我可以找到一個開球 以它為中心 整顆球掉在裡面 每個C點都可以找到 這個樣子的一個開球 那我就說這個S叫做一個開啟 可以嗎? 那不同的C點可能會找到不同的半徑 但是總之每個C點都可以找到一個半徑 以C的中心 那個半徑為半徑的 那個數字為半徑的開球 是可以整個塞進去的 塞在這裡 這樣的話S就是要做一個開啟 好不好? 那我們很快地問一下大家 在直線上 時數線上 請問你這個區間是開啟嗎? 不是 哪些點會出問題? 就是端點 就是端點 端點你去做開球 做出來是一個開區間對不對? 都塞進去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改成是這個區間可不可以? 可以嗎? 因為任何一個裡面的點 反正不會有真正的端點 你總是可以找到一個半徑 都塞進去對不對? 好 再來想一個 我現在在平面上 在平面上 平面上 我這邊畫一條線 然後畫一個開線段 這是開啟嗎? 是平面上的開啟嗎? 不是 哪些點會出問題? 每個點都出問題 因為每個點以他為中心畫的開球 都不會被含在這個線段裡面 對不對 開球都會出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不是開啟 那再來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畫一個三角形 這是開啟嗎? 不是 因為邊邊上的點 畫開頭都會含出去對不對? 那如果把三角形的邊邊去掉 這樣是不是開啟? 是 因為任何一個點都 因為他真的有一個邊點對不對? 所以可以畫一個開球點 所以開啟大概就是像這種感覺的東西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喔 兩個開啟的交集是不是開的? 是不一定的嗎? 但是想清楚 所以假設有一個這是開的 另外一個這是開的 那我問你交集的部分就是開的 你要檢查是不是開到檢查什麼? 按照定義 是不是要證明裡面每個點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 放一顆球 放一顆球 OK 以他為中心放一顆球進去 這個點可不可以放一顆球到交集裡面 你可不可以先放一顆球到第一個集合嗎? 可以嗎? 所以有一個半徑對不對? R1 對第二個集合也有一個半徑叫R2 那你要選哪個半徑就可以讓他塞到交集裡面 比較小的那個就可以了對不對? 所以兩個開啟的交集是開啟 OK? 因為對於裡面任何一個點 你就先找一顆球 以他為中心找一個球跳第一個集合 再找一個球跳第二個 再請他兩顆球 你就比較小的那一顆就可以了 那三個開啟的交集是不是開啟? 是嗎? 因為你先交兩顆 再交第三個嘛 對不對? 所以有限多個開啟的交集一定是開啟的 好 那我最後問你喔 如果今天是無限多個開啟的交集是不是 開啟的 想實數線的例子好了好不好 實數線上一堆開區間的交集是不是一定是開啟的 不一定 不一定嗎? 比方說呢? 空極合其實是開啟的 不過等一下再來煩惱再次進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是有一堆開區間的 連交集不是空極的 但是不是開集 在實數線上 比方說 找一堆區間 可不可以交出一個點 例子 哪一個區間 有人講區間套 舉個例子 管理區不見多個區間 開區間 交集都成一個點 複文 OK 或是複文到的也可以 複文到的大於複文小於 對不對 交到最後就走圓點嘛 那圓點是開啟嗎 在實數線上 不是嗎? 因為圓點你還會容易畫開區間 都沒有辦法塞下去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發生這種 有無限多個開啟就交往無式開啟的現象 OK 或是你平常找同心球 所有的同心球交往就是球星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因為剛才你之所以可以做得到 原因是因為你可以有限多個球去選半徑最小的那個 但如果你今天要有無限多顆球的話 那個半徑可能就沒有一個最小的正數了 它可能會越來越接近低 所以你不見得可以找到一個正半徑進去 所以開啟有限多個的交集會是開的 OK 那開啟的連擊是不是開的? 一定是嘛 因為你有一堆開啟連擊 你任條裡面一個點已經掉在剛才其中一個開啟 對不對 所以對那個點來說已經可以塞進一個球 然後剛才那個開啟了 那當然掉在連擊裡面 所以開啟拿來任意連擊一定是開的 它有限的交集一定是開的 那剛才有同學講到空集合 那我們來想一下空集合是不是開啟 那你就問一個問題了 如果這個S擺空集合的話 這個敘述對不對 右側嗎 這敘述對啊 因為它不可以錯 因為如果它錯 表示什麼 表示它的否定是對的 對不對 它否定是對的表示 存在一個C在空集合裡面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對 不會存在那個C嘛 對不對 就是它的否定不可以是對的 所以它本來是對的 對吧 所以空集合當然是個開啟 沒有問題 那整個RN當然也是個開啟 因為整個RN每個年都可以塞一個球進去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基督合開啟有一些特性啊 就是第一個 整個RN是開啟 空集的是開啟 那有限多個開啟的交集是開啟 任意多個開啟的連擊是開啟 有這些特性 我才問你一個問題喔 那開球本就是開啟 就是我考慮到一個點的距離小於某個RN 這個點擊是不是開啟 是 為什麼 對 那個要說 那你只要說每個年都可以塞一個個開球對不對 為什麼每個年都可以塞一個個開球 對吧 比方說我現在給你 A跟C的距離對不對 或者我這樣寫好了 好不好 A跟C的距離 我就選這個半徑 Delta就是這樣 好不好 那你可不可以證明就是 以Delta為半徑C為中心呢 開球會掉在這個大球裡面 那你要怎麼證明 你知道證明之後如果有一個點 X X跟C的距離如果比Delta小對不對 你要問的問題是說 他會不會保證X跟A的距離會比R小呢 對不對 這是你要問的問題 可以嗎 左邊就是說他掉在這顆小球的意思 那右邊這樣掉在大球的意思 那你要問為什麼會 對不對 為什麼會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寫成 就是這樣對不對 三角不等式高速度的時候 會這樣對不對 那X-C比Delta小嗎 可是Delta加這個會這樣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證明而已 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事實上你沒有真的用到歐式空間這個設定 你只有用到它滿足三角度X 可以嗎 X跟A的距離會小比等於X跟C的距離 加上C跟A的距離 你只有用到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有學過一個觀念叫做Matrix Space 就是距離空間的話 你知道這件事情是你還是可以一樣的模仿剛來的做法 去定義什麼叫做開擠 什麼叫開球 開球是開的 可以嗎 好 那現在開球是開的你同意了嗎 那我再問你 我現在拿一堆開球來連擊是不是一定是開擠 對 因為開球是開的嘛 對不對 好 那倒過來再問你 任何一個開擠是不是一定可以寫成一些開球的連擊 任何一個開擠是不是一定可以寫成 好幾個一堆開球連擊在一起這樣子 那你就會想一個開擠是什麼 對不對 開擠是不是每個人也開擠 然後一個開球再進去 那就把每個連你找那個開球拿來收集起來 他們的連擊是不是剛好就是原本的集合 一來他們要掉在原本的集合裡面 二來原本集合裡面的每個連 都被其中一個球給看到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那個角度來看 就是開擠就是一堆開球的連擊 反之一來 OK嗎 好 總之你現在有開擠這個觀念 那什麼叫做B級呢 好 Ns is closed if R N 透掉 Ns is open 可以嗎 就是語集是開的 那本來就要B的 就是這樣 這是規定 定義的意思就是說 這句話本來沒有意思 就我現在規定這個詞會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來問大家 空極的是不是你 那你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他只要定義 他的余極是不是開的 對不對 空極的余極是什麼 全空間 全空間對不對 全空間是不是開的 是 那全空間是不是B的 全空間的余極是什麼 空極的 空極是開的 對不對 所以全空間也是B的 所以全空間跟空極的都是又開又B OK 那再來 B級的連擊是不是B的 那你就要問他的余極嘛 那你就要問他的余極嘛 先連擊在余極 而先求余極再做交極 是吧 那你就要想開極的情況 對不對 剛才我們說 有限多個開極的交極是開的 現在就變成有限多個B級的連擊之B 而任意一個開極的連擊之B 就變成任意一個B級的交極之B 都是用取余極的方式可以得到 可以嗎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B級是拿幾個來交都可以 反正交完都是B的 那開極是拿幾個來連擊都可以 是開的 另外一個操作就是剛要點到 要用有限多個才可以 可以嗎 好 那我再問你喔 這是B的嗎 你就問他的余極是不是開的嘛 對不對 余極是開的嗎 不是嘛 因為他的余極是長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種點會出問題 對吧 好 那這個是B的嗎 是 是 沒有余極是開的 那再問你喔 這樣嗎 這是B的嗎 不是 是開的嗎 也不是 也不是 OK 那我們都知道原因大概是什麼 我就不講 可以嗎 所以有那種集合是 又不開又不幣的 好不好 並不是非開幾筆 這也是大家常常會犯的毛病 所以你要問說 一顆是不是開的 就是要看球可不可以 每個臉可不可以塞一顆球進去 好 進去這個集合 以太為中心 那要看UB的 最原始的方式 就是去看 余極是開的 那當然 這個是最原始的方式 好不好 還有很多別的比較進階的方式 但是 無論如何最原始的方式 你要揮 好 那我現在上面這個地理 我說S只要是有界B 那就OK了 自動就會有連續 連續來處就自動會有最大的集合 那為什麼 我們稍微來想一想為什麼 馬上這個證明完全跟早上講的一樣 我們早上怎麼做 我們早上不是說 先證明它會有界 對不對 那證完有界就夠了 因為證完有界之後 假設那個界達不到 你就故意把那個上界叫M 對不對 你考慮M-F分之1 那這個新乃數就不會有上界 對不對 那就是問題 所以一樣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其實只要證明 在S上 函數值會有上界 就夠了 第二步就完全一模一樣的做 好 所以我們來證明它有上界 那你想一下 我們早上怎麼證明它有上界 我們早上的做法是說 假設它沒有上界 對不對 沒有上界的話 我是調到一串點 裡面串點A的函數值 Dn上的函數值會大於NN 然後利用我早上的WireTrust 找到一個子列 那子列一熟練就出問題了 就這樣 可是我現在這個集合可能不是整個方塊 我現在這個集合是一個叫做S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個S可能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的函數只有定義在S上 對吧 那我們想喔 如果它沒有上界 我還是可以做早上的第一個步驟 沒有上界 所以比如說1不是上界 那我就找到一個函數值A1 A1的函數值B1大 這可以做到 對不對 那找到這個之後 我又可以再找一個A2 A2函數值可能更大 在這裡 彼此類推 這沒有問題 所以我找到一串點列在S裡面 對不對 而且函數值越來越大 然後我們早上是說 按照我知道Nobiotrust定義 這串點列是不是應該要收斂子列 對不對 那收斂到一個東西 那個點就會給你trouble 那你現在開始想 我現在這串點列是不是有界的點列 是嘛 因為它還是在這個方塊裡面 對吧 雖然知道Botrust定義 它確實還是會有收斂子列 可以嗎 那個收斂子列 我們早上是說 那這個aN它會收斂到我們γ 對不對 那所以f 子列 所以aNk就會收斂到fγ 那利用這個收斂會說它必須要連結 就好 那可是那個地方有個關鍵 那個γ必須要掉在那個方塊裡面 早上不是問那個hy嗎 就是為什麼γ都在區間裡面 那時候可以肉眼就看出來 一定要 一定要是這樣 可是現在你會怕的情況是 這個a啊 想成方塊裡面的點列的時候 它確實是會有一個收斂子列 可是它收斂到的結果 如果不掉在這個s裡面的話 我就不能夠套含金意思 就不能夠運用早上的一個論證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一切的關鍵只有一個 就是這一串序列 我裡面可不可以調一串子列 那個子列它不但會收斂 而且它收斂到的答案要掉在s裡面 對吧 那你就想嘛 反正它會收斂 如果它沒有收斂到s平 會把它弄起 那就會收斂到哪裡 外面 那就會出外面 好 對比方說要收斂到這裡 好不好 把它把它在這裡 s是一個什麼擠 b 它的外面就是一個 那如果是開擠 這裡有一個點 按照開擠的定義就會怎麼樣 找到一顆球 你可以找到一顆球在s的外面 對不對 可是這項點列要收斂到這個點 所以你找一顆球之後 從某一項開始 你的點列就要掉進去對不對 可是你的點列都在s裡面啊 不可能 把它弄起 對吧 所以你收斂到這個Gamma 必須要在s裡面 可以嗎 所以你說這個 現在寫這個版本 跟子王寫的版本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 它加了b值告訴你說 就算你今天不是立方塊 只要是個b值 那你選了一串點列 它有一個收斂子列 它的子列收斂到的結果 還會掉在此裡面 就這樣 可以嗎 所以一般的話 其實這個只要是有借b值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套用成定比的時候 你並不用說一定要用版塊 或是圓盤或什麼特殊的形狀 不用 你只要確定那個形狀本身 是一個有借b值 對不對 比方說它配置轉 對不對 只要在上面定了一個 函數 對不對 弦序函數 那它一定會有最大值最小值 因為它是一個有借b值 可以嗎 所以其實沒有差多少 證明就差一點點 差一小的步驟而已 好 OK 好 那我想再引進一個觀念 再介紹一個觀念 因為我們講的是這些跟連續藍術有關的東西 我再介紹一個觀念 我們有連續藍術有關鍵的觀念 對不對 有連續藍術有關鍵的觀念 這個回顧一下 我說一個函數 這個A我們暫時假設是在某個歐式空間中 有一個子集合 我沒有特別講就是我不管它是B級還是開級 不管 但就是有一個子集合 我們說它是連續A的意思是說 注意這句話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認給ε 我可以找得到一個Δ 使得對所有的連 只要它跟A的距離在Δ以內 就會保證函數值的距離跟FA會在ε 對不對 這麼一回事 那我們又說什麼叫連續藍術 連續藍術就是在每個點都連續 對吧 所以表示說對每個A點而言 我都有一個ε 對不起 對每個A點還有每個ε 我都可以有一個Δ 滿足以下的事情 對吧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同一個ε 我對不同的A點 我找的Δ好不好不一樣 有可能會那麼一樣 因為它想法是這樣 這個是A對不對 你這邊送過來 這個是 好啊 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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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啊 好 你對這個A點來說 這裡有一個FA 然後你這邊給了一個紅色的epson範圍 這邊給了一個epson範圍 對不對 那我這邊是不是要找到一個 相應的藍術範圍送進去 好 那可是你如果選另外一個b點 假設又連續 那它送過來可能是某個FB 對不對 不是那個FB 好 不是那個FB 好 FB 你這邊做選一模一樣的紅色範圍 選一樣大小 一樣寬度的紅色範圍 那你這邊可能會選到一個 也是紅色範圍 對不對 可是你這邊能夠選的這個Δ 可能跟你剛才A點選的Δ 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你剛才選的Δ 那麼你選的那種大小Δ 它在這邊沒辦法在那個範圍裡面可能送不進來 但是無論如何你也可以選到一個Δ 所以表示說 就算我告訴你這個定色 這個F在每個點都連續 那你在每個點的寒數值的附近選的F 如果就選同一個F 可是你對這邊選的Δ 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連續只有保證你每個點都可以找 但是它沒有說你可以每個點找同一個Δ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件事情就多多少少在講說 這個連續性 你給好Epson之後你要去對應的找那個Δ 你不見得可以有一個一致的方法來找 你可能每個點都找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馬上就清楚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樣 好 我們就考慮這個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從正實數送到實數 它就把x送到x等之1 可以嗎 我們看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以前你們的圖形是這樣畫的 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是y等於x等之1 對不對 所以你越靠近0的時候 這個函數值就跑得越大 那我現在問你喔 這是不是連續函數 你們早上才學過 是不是 是 原因是因為 x是連續函數 對不對 它分次 連續函數的分次 只要有定義的方法可以 所以這是連續函數 好 那我們來想一想 你給εpson之後 Δ要怎麼找 好不好 你開始想 這個圖像畫看起來比較累 所以讓我畫另外一個 這個是正實數 好不好 我把函數拆開來 寫成這個對應的關係 所以你知道它的值也一樣跑在正的這邊嗎 好 如果你現在選了一個點是要做a點 那函數值就是a分之1 對不對 那你開始想喔 如果你這邊要選一個ε 你這邊如果選一個ε 你這邊放個delta 這邊是不是要放delta對不對 好 那你開始想 你這邊可以放個delta delta 目的是要讓它全部充進去 如果你這個ε 如果你這台的手有包到0的話 這邊的東西就基本上沒有辦法 你用得到 好 如果我重新畫到0的話 我再講再兩次 好 看來這樣講的 你不太懂得做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a 看看怎麼講的 先畫一下好了 好 這樣講 好 這樣 先從這個組來看 你對這個a而言畫上去 含數值是a分之1 好 那你現在選ε的範圍 或說你在這邊選ε的範圍 點個範圍 就好像這邊選個範圍 對不對 那你要找到那個delta的範圍 是不是 那個delta必須要掉在我現在畫的這個 它必須要掉在這裡面才行 這樣它才會送進去 對不對 好 那你開始想 當你這個a點越靠近 越靠近0的時候 你這段是不是就取得越這邊 對不對 所以你同樣選一個這個區間的長度 它畫完之後對下來這個delta的窄度 就應該越來越窄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選的a點 越靠近0的時候 那它畫回去的那個delta的範圍 就要越走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選的a點 越靠近 比如說跑在這裡 好 那這裡就跑到越右邊 對不對 同一段回去的時候 這邊會縮得比較好 所以我現在畫這個圖就很快 我剛才本來想說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我們就用這個圖 好 這樣圖應該看起來比較清楚 沒有把它整過 讓我們再來兩次 好 這個函數 我們知道它是連續的 那它的圖形 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就開始想 如果你給了a點以後 這邊會有a分之1 那如果說你給了一個紅色的epsom範圍 你要怎麼找那個藍色的範圍呢 你就對回來之後 然後垂直到畫下來 那一定是左邊這一段會比較近 右邊這一段比較遠 你的藍色範圍就一定要選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你藍色範圍不會成太大 要有這個很短的決定 那這個短的這一段到底要多短 跟你a點有多靠近頂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a點越靠近頂的時候 它對上去有點越高 這個越低 所以你同樣一段高度 還是什麼的高度 畫回來的時候 下來的寬度越窄 可以嗎 好 而且你可以確定的是 當你的a越靠近頂 這個寬度就會窄的程度 就要越接近頂 所以你不會有同一個delta 可以對不同的a點來用 可以嗎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一個點型的例子 它告訴你說 即便你知道在每個點盤數都是連續的 然後你固定了這種之後 每個點可以找一個delta 但是它的delta找到了沒有辦法用同一個 可以嗎 好 沒有辦法用同一個 那這種現象就 就是說雖然它連續 但是它連續的程度不太一致 那於是我們就想提一個定義 講說 什麼時候不會發生這種現象 所以 那就有一個定義叫做均勻連續 或是叫一致連續 那我現在把這個定義寫進 那個定義跟這個敘述長得非常像 我們說它是 連續的意思是什麼 連續的意思本來是對所有的a點 下面這個敘述要成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現在寫的這句話叫做連續和主 我們說它是連續是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換一個新的定義 新的定義是什麼 新的定義是說 在這兩件例子再講一句話 對所有 對所有對不對 這兩個對所有順序可不可以交換 可以 因為都是對所有 對所有的例子就是選一個a跟選一個epsilon 然後後面的事情會成立 那這跟你說我選一個epsilon 再選一個a以後後面的事情要成立 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可以嗎 所以我把這兩個順序換一下 好不好 認給epsilon 讓認給a 我可以找到一個delta 但是這個delta會跟a有關 可以嗎 這個寫法 這個語法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有另外一個觀念 叫做均勻連續 均勻連續 均勻連續的話就對應當什麼 我下面再寫一句一模一樣的話 類似的話 就是同一個epsilon 給定之後 我可以有同一個delta 對每個a就對了 可以嗎 就把這兩個順序換過了 就這樣 就會所謂的x 只要x-a 在delta以內 就會保證fx-fa 也是在f-a 可以嗎 這樣叫做均勻連續 就是你要讓這個差距在一種以內的話 你的那個delta可以選定同一個 讓每個a都適用 這樣就叫均勻連續 好 所以像剛才舉的這個例子 它就不是均勻連續 它是連續 但是不是均勻的 好 可以嗎 然後再來 你就看到這個地方 就出現兩個對所有對不對 那乾脆把它寫在一起 好 就是對所有的a跟x 對不對 所以這樣那個角色就很對稱了 就是說你a這時候不是主角了 他的意思是說 你給好epsilon之後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delta 在這個區域裡面 任何兩個點 只要那兩個點的距離是在delta裡面 就會保證他們的函數值的距離 是在epsilon裡面 可以嗎 好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我可以告訴你 任意兩個點只要多靠近 它的函數值就會多靠近 而且跟我點的位置不管 可以嗎 你給我一個人的手 我希望盤柱子什麼時候 差距會在中裡面 那只要我可以找到一個delta 使得任何兩個點的距離 只要在delta裡面 就會保證那個事情發生的話 這樣就叫做均勻連續 可以嗎 好 去數先看看有沒有看得懂 好 畫個圖說明一下 這是a 對不對 上面要去數 那那邊 你是給好epsilon 對不對 給了一個epsilon 給了一個epsilon 我給了一個區域的代表 在哪裡不管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一個delta 任何兩個點的距離 要在delta以內 它送過來的以上的距離 就會在一個epsilon以內 如果可以 那就叫做均勻與連續 可以嗎 給定一個epsilon之後 找得到一個delta 所以所有的點對 兩個點都適用就可以 好 那有了這個時候 看起來這是個比較連續的連續 對不對 它是比剛才那個連續 要來得更好一點 大家每個點附近的連續的程度差不多 那你會自然問問題嗎 就是概念有了之後 就真的存在這種東西嗎 就是真的會有那種函數 它是均勻連續的嗎 或者是說我要怎麼樣判斷一個函數 會不會是均勻連續的 比方說我已經知道它們連續了 但它會不會定是均勻連續的 像這種例子就告訴你不是 對不對 那你可以感覺到它不是的理由 所以你靠近這個點的時候 那個函數值可以突然蹦得很大 差距可以蹦得很大對不對 好 那好像就跟剛才講那個函數值 沒有最大的值 有一點關係 因為你可以任意地靠近這邊 那會達不到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問說會不會 今天我如果又把這個定義語改成 比方說一個有界定區間的話 它會不會一定是均勻連續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證明 那當然結論是對的 所以我們來證明一下 那我把這個敘述就寫在這邊 好 我們做一個連續函數 它是 unicornly continuous 如果s is funded and closed 可以嗎 就是在有界定義上面 我宣稱這個函數一定是均勻連續的 也就是只要你給我一個正的ε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Δ 任何兩個年的距離只要在Δ以內 函數值的差距就要在ε 可以嗎 好 我們來證明一下 好 那就有反證法 好 我們就反證法 反證法是要怎麼做 反證法就是講這就要錯 講這就要錯 來 我們先來很快的來演習一下 我們來默寫一下 好不好 默寫 均勻連續的目標是什麼 是不是認給一個ε 我要有一個delta 使得對這個區域裡面的任何兩點 這是寫xy 好不好 這是寫x根A 兩點 只要這個xy的距離在delta以內 就會表示這個距離要在ε 對不對 這是我的目標 目標是這樣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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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知道嗎 好 這是我的目標 目標證明這個敘述 對不對 我們反證法 我們假設他錯 假設他錯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個epsel 有一個特定的epsel 使得不管你怎麼選delta 我都可以找得到兩個點 然後他們兩個點 來 這個就來了 若P則Q的否定是什麼 P且非Q 對不對 就是前提對了 但結果覺得很錯的 那就他的否定 可以嗎 使得這個成立且 這個卻不成立 對吧 這就他的否定敘述 好 所以別忘了這個敘述裡面 這是固定的 有一個對不對 有一個給定的 每個delta可以找到一組 然後我們來想想看 那既然是每個delta可以找到對不對 我就取 我就考慮我的delta的形狀 是1分之1而已 但是正整組 比如說我對1 我去找到一組點 滿足後面這個條件 對1分之1 我也找到一組點 滿足後面這個條件 1分之1也找到一組點 滿足後面這個條件 可以嗎 所以換句話說 我可以這麼說 好 手 對這個connextle 存在這個anxtle 對任的一個正整數 我可以找得到兩個點 相對應的兩個點 使得他們兩個點的距離 會在1分之1以內 可以嗎 在1分之1以內 切 他們的函數值的距離 要大於2anxtle 可以嗎 就是我把上面這個敘述 因為上面這個敘述是 Epson給定的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 你每個delta可以找到兩個點 怎樣怎樣 對不對 我就對delta是1的時候去找 找到兩個點 然後對delta是1分之1的時候 去找到兩個點 1分之1的時候找到兩個點 那我分別把我找到的點 叫做X1 Y1 X2 Y2 X3 Y3 可以嗎 好 那現在情況變什麼 情況是不是變成 我這裡面找到好多點了 X1 Y1 對不對 這個距離最大是多少 最大 不要 不超過多少 XN Y1的距離不超過 1分之1 所以X1 Y1的距離不超過1 1 X2 Y2不超過2分之1 對不對 一次類對 好 那他們的函數值都產生一個現象 函數值兩兩兩兩的距離 都會大於等於Epsilon 對不對 好 那就不管了 這是F of X1 F of Y1 這個會大於等於Epsilon 然後F of X2 F of Y2 它也會大於等於Epsilon 不敢於當然也不就大於等於Epsilon 所以你可以找到兩串點列 這邊是越來越靠近 但它的影像卻永遠都有固定的差距在 可以嗎 反正法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那這樣會導致什麼樣的不好的現象發生呢 來 一樣的 你這裡有點列了對不對 有點列 我們剛才在做那個最大子存在的時候 你有一個點列 然後黏下一步子 那個例子是它有一個寒柱的特性 寒柱是低增的 但那個點列你對它做什麼處理 它在X中有一個點列 那時候說怎麼得到矛盾 就是在一個方塊裡面有一個串點列 對不對 你取一個收斂 你取一個收斂 OK 取一個收斂指令 好 這一次也是一樣嘛 你就問一個問題啊 這個X1 X2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收斂指令 有沒有收斂指令 有 為什麼會有 有 因為我們假設有界 第一個有界對不對 有界所以會有收斂指令 按照補張No-Pyro-Trusting 對不對 那它收斂到的點 要不要掉在S裡面 要嗎 因為它掉出去 又可以找一個球把它弄出去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結論是說 因為 這個S 它是Bounded and Closed 那按照Bossano-Virtuals定理 我存在收斂指令 存在一個磁序列 叫做XnK 對不對 它會conversion 圖某個γ在S裡面了 可以嗎 好 存在收斂指令是按照Posano-Virtuals定理 但是收斂到的結果要掉為S 是因為S是B 可以嗎 所以你知道的結果是這樣 這一串 這一串X1 X2 它們會越來越靠近某個γ 可以嗎 越來越靠近個γ 好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那Y有能靠近γ嗎 Y跟X之間有什麼關係 Y跟H比較越來越靠近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要來想 Y有沒有 Y會不會熟練這種γ嗎 好 好 我把它寫在一邊 你覺得Y有沒有熟練到γ嗎 YNK Conversion to gamma 那為什麼 你就開始想了 那我們把它稍微寫在下面 你要看YNK有沒有熟練到γ嗎 就是要看這個差距對不對 可是要知道三角有多種事 這個的差距是不是小於等於YNK 減掉XNK 再加上XNK減 gamma對不對 所以你要讓右邊這個比F小 那你只要讓這兩個比2分子F小 就可以了 可以嗎 那後面可不可以讓它比2分子F小 可以啊 只要K夠大 因為這個會熟練到γ嗎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先挑個K K夠大的時候 它比2分子F小 再來K夠大的時候 這個東西會比NK分子F小 然後K夠大的時候 那個就會NK分子F會比2分子F這種小 所以這兩個東西都比2分子F這種小 那就搞定了 我就不寫了 好不好 就是利用這個原因 所以上面就是這樣 好 很好 所以你現在得到兩串東西 這兩串東西呢 它們都會 大家都熟練到這個地方 可以嗎 可是你知道這兩串東西的函數值都要有一個固定大小的差距 那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它們如果都要熟練到這個點 那它們的函數值要熟練到什麼 對 就是說這個東西它就應該要熟練到 Fbγ對不對 它熟練到Fbγ 它也要熟練到這個 因為我們講過只要是連續的話 你的點列如果有極限 那套到函數裡面就直接去極限 就會視界光 可是你看這兩個都熟練到它 那熟練到它表示什麼 你就開始想看它們兩個的距離 它們兩個的距離 按照三角不等式 應該要小於等 它跟Fγ的距離 再加上Fγ跟它的距離 對不對 那你看它們兩個都要熟練到它 表示說只要K夠大 這個就會很小 這個也會很小 可是我知道這個永遠要大於兩個Fb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讓它們兩個多小就會矛盾 它們如果同時比二分之Fb很小 就會矛盾 對吧 所以我們就說 所以陣線性會告訴我 存在一個K 使得對所有的K 這個K只要大於兩個K的話 就會保證這兩個東西 1號跟2號 都比二分之Fb很小 對不對 那就會保證Xnk跟Xnk會比Xnk會比Xnk 這樣就矛盾 因為它必須要大於一個Xn 可以嗎 一開始跟Xnk是固定的 所以其實這沒有什麼 就是圖像上非常單純的 第一個你均勻收斂的 而均勻連續的敘述先寫出來 那你要去搞清楚它的否定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搞清楚否定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我故意把它寫了 好像用邏輯的方式來把它寫出來 只是為了讓你確定就是說 它真的寫的就是這個X 但是其實概念上是非常單純的 因為你要說它不均勻連續 那就是說你會有一個Epsilon 對那個Epsilon來說 你找不到一個共同的Delta 那既然找不到共同的Delta 你就說那我就選Delta是1好了 那就會有兩個連送過去距離比Epsilon 還要大於兩個 那二分之也不行 所以又會有兩個連送過去距離比 會比Epsilon 大家都等 那上一條就找到兩串點 這兩串點的距離越來越近 但是它們的函數值的距離 卻有一個固定的大長 都沒有辦法鎖短 那剩下就是說 可是它們如果要一起收斂到某個點的話 那就會有勞頓 因為如果它們收斂到某個點 它們的函數值也要收斂到那個點的函數值 這樣一來它們的函數值跟那個點的差距 就不能太大 可是它們兩個都跟共同的點的差距不太大 三角五等一次就告訴你說 它們彼此的差距也不能太大 對嗎?好 那就會出問題 所以你的問題變成是問說 那會不會收斂呢? 那一般當然是不會收斂 隨便選點列是不會收斂的 不過呢 那因為這個S是一個有介壁極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磁列讓它會收斂 可以嗎?好 那所以對X來說你先去選那個磁列 那你選完之後反正Y自動 這個例子是它自動的收斂 可以嗎?好 利用這個它們的距離在1分之1以內 可以看出自動的收斂 那我就算不用這個1分之1 我也可以做到 怎麼做? 就是我這個X先找到一串收斂的直列 可以嗎? 那Y是不是有一個相應的直列 對不對? 那那個相應直列 就算我一開始不知道它收不收斂 我就對那個相應直列 你再找一個收斂的直列 那對回來X又會有一個直列中的直列 對不對? 可是一個已經收斂的直列 它裡面的直列就會收斂到是空的答案 所以這樣就可以得到兩邊都是收斂的接骨也可以 有很多種方法可以去看 好 這樣就證完了 OK 那這個證明的過程 大家再慢慢回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那你要知道它其實沒有什麼的 它就是很適量的去結合有界幣 那怎麼被使用 就是你用到Variotrust Posano Variotrust定理 告訴你說裡面的點列都會有收斂的直列 而且會收斂到你自己 那再來就是它跟連續性之間的關係 其中一個重要的關係就是點列如果收斂 那函數值就要收斂到極限的函數值 就這樣子 好 然後均勻連續的定義要清楚 好不好 它的定義非常單純 就是說給好Fzone之後有一個Delta 那個Delta對任何兩個連都適用 任何兩個連的距離只要在Delta以內 它的影像的距離就會在Fzone以內 那我剛才給的定義 我這邊都寫對不對 可是你其實從我剛才證明裡面 你已經發現了 我根本不用是時數嘛 我可以送到任何的Rm 可以嗎 因為我這就是在Rm中 我只有用到三角等式而已 可以嗎 寫時數只是說幫助你一開始想的時候 好像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其實我所有在估計遠近的時候 我寬心的只有距離 沒有 好 所以那個均勻連續的定義 大家記得 我們休息很久了 我們先預告一下下次會講的一個內容 好不好 下次早上會講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一般叫做代數基本定 好 那代數基本定理它說什麼 它這麼說的 它說呢 任何一個負係數的多項式 我們可能這樣寫好了 好不好 這個符號就代表什麼 這個符號是代表C為變數C 就是負數為係數的多項式全體 所以當我這樣寫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F是一個以字為變數的 係數都是負數的多項式 然後如果這個多項式 我們做一個假設 它不是長數還數 好不好 因為長數還就沒什麼好研究 就是長數 對不對 所以我扣掉C 這個C我想成是Constant ColingName 可以嗎 好 為什麼 因為你長數函數就是負數嘛 因為每個負數就是一個長數 所以我們把C想成是這裡面的一部分 把它扣掉 所以我扣掉的意思就是 我去看非長數的多項式 那非長數的多項式 也就是一次以上的多項式 你也可以這麼講 你現在給一個一次以上的多項式 那總是存在一個負數 使得它套進去是0 可以嗎 這個敘述叫做代數基本定 好 去做清楚嗎 對 也就是說你隨便給一個多項式 比方說你隨便給例如說 這個1加i倍的 z的8次方加上4i-3 z的6次方加5加2i z加10i好了 隨便寫一個多項式 那我知道一定有一個負數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組 a加ib 我可以找到兩個石柱 a跟b 耗到自己裡面的時候 會讓它等定 可以嗎 一定找得到 那你要先想一個問題 那這有什麼厲害呢 就是說 那它有怎麼樣 這件事情難道不顯然嗎 所以多項式都要有根 不顯然嗎 當然不是很顯然 你可以想一個問題 比如說你第一次遇到這個多項式的跟不會做的 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想可能在成長的歷程中 第一次遇到一次的你都會 對吧 一次都會 一次就一下一下就解決完了 一個分析就解決了 那二次的你也會 因為是想說老師一下就告訴你答案就是 先在公司 就是2A分析付幣 但是其實上次我們前集就有稍微提到 你要去了解它的根是什麼時候 有一番周折你要配方 配方之後再移一下 你知道公式可以寫出來 然後三次你可能知道 三次或四次 科普說我告訴你說 以前有些人想一些辦法 用一些複雜的公式 但是無論如何還是可以寫得出來 有根式 然後他們就去問說高次可不可以 然後發現說 這高我告訴你說高次沒有一般的公式 但是沒有一般的公式不代表沒有根 他只是說沒有辦法用加減乘處 不能開根號表示 你還是可以有一個複數可以帶去讓他等於 你有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定理 他在講的是一個存在性的結局 他沒有說他怎麼找那個根 也沒有說跟那個什麼東西 他只是問說 是不是有一個複數可以帶去哪個根 那你要想這種存在性的定理 你又看過的是哪一個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類似 就什麼什麼情況下之後就會有根啊 好 我們前面有學過一個嗎 實數的時候 那是什麼 坎根定理 對不對 好 坎根定理是說 如果有一個定義在實數上面的連續函數 然後他在某個區間裡面 帶A點 尺跟帶B點的尺一正一幅 那中間就會有帶進去那個點 對不對 然後你說這個超顯然的 因為就是這樣穿過去 所以那個定理你從來沒有懷疑過 他應該是真的 因為你覺得他的敘述本身很讓你相信 就知道圖形畫出來好像是那樣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想想看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就不那麼容易讓人相信 它的原因是什麼 以前啦 以實數的情況 坎根定理是在講說 如果你在有一個連續函數 A點送到某個字 B點送到某個字 然後這個子居然把0加A中心 那中間就會有一個連要送到0 對不對 那你說圖像這樣是因為你相信好像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中間要穿過去 好 可是你現在用複數的情況 複數這個情況 他變成什麼 F是一個負氣的多樣式 他最應該是從複數裡面C出發 送到C的一個映射對不對 他現在不是從十度線送到十度線 然後不是常數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不是全部都送到一個點 可以嗎 常數就是整個C大家都送到一個通編的地方 他叫常數玩數 好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 用多項式寫出來的映射 然後他不是全部都送到一個點 他說結論是 就是按0一定會被對到 可以嗎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C會對到0 可以嗎 好 那你要注意這兩者的難度看起來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的話就是你覺得 嗯 要穿過去 這個的話就不顯然 因為你看這個東西它是整片C 每個點要拉過來 弄到這邊某個點 好像要把這張紙這樣貼貼上去 對不對 你搞不好貼貼都沒貼到0啊 對吧 可是他告訴你說 只要這個F它的寫法是用一個多項式來寫 那0一定會被貼到 只要他不是全部貼到0 那0一定會被貼到 這張紙你看可以的不顯然 對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學一個定理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去問說 它是為什麼是對的啊 證明的步驟是什麼啊 怎麼樣卡到嚴格性的要求啊 等等 可是你至少要先去問一下 問題就是說這個 那它到底 它有超越我本來的認知嗎 因為如果沒有超越你本來的認知的話 那就意思沒有那麼大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了解它的non-tribed 就是它不顯然的地方在哪一種 然後你才可以去欣賞 你才有辦法去欣賞說 這個東西為什麼有利害 那當然可能你看完證明之後 你就說這其實我實在無違會了 也就還好這樣子 但是至少你一開始知道 為什麼這個在人類歷史上 我們會認為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某一個步驟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下次就是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給了一個用多項式寫出來的映射 只要不是都送到一個點 那為什麼0一定會不會對到 OK嗎 好 我再問你喔 0一定會對到 請問你1會不會也可以對到 因為 解過去嘛 你就考慮一個新的音色叫做F-1 好 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它就告訴你們 也會不會對到 OK嗎 好 我們只是寫0寫的 寫起來比較方便一點 簡單一點的話 那這個的話 這個證明它的唯一當取編的理詞是說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時數 到底要怎麼講清楚才好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講說 真的會有一個點送到0呢 費力的功夫 我們就用區間套什麼的去切 OK 所以它能當取編的理詞 是在嚴格性的部分 就是你一開始時數是什麼 我們一開始也認知不嚴格 那我們後來把它講得好像比較嚴格一點 講嚴格之後它就自動可以證出來了 那這個地方就不是那一回事 它需要一些巧思 它需要一些思考 把一些你已經發展出來的東西 綜合起來使用 可以去證明出來 好 那我們下次會來講這件事情 它的證明基本上用不到我們目前 在這牆壁上講過的內容就夠了 就可以看出它是對的 所以我需要你們去熟悉一下 什麼叫做多項式 什麼是負數 可以嗎 負數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去熟悉一件事情 叫做負數的極式表達 就是用極做標表達 就是這個一個負數 我可以把它寫成它的長度 乘上cosθ 加isinθ 我可以寫這種樣子 那方法就是你把這個負數 你看長度是多少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叫浮角的東西 長度是這個 可以嗎 這是它的極式表達 所以這個一個負數 它可以寫成cosθ 它可以寫它有兩分量 x加i1對不對 那這個x就是長度乘cosθ y可以寫這種 這樣 好 有這個公式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再去深究 什麼叫做cosθ 什麼叫做sin 都可以去深究 我們可以去探究這些事情 不過我們暫時 我們暫時先不煩惱 就是我們暫時先用一種比較直覺的方式來理解 cosθ 那如果你還沒有學過 現在學了嗎 高中 還沒 還沒 有的 還沒 有的學了 好 沒有關係 不管你有沒有學 簡單講一下 就是你現在給了一個 你現在畫一個單位圓 這單位圓 x乒乒乒乩乒乙乒乓乓乓乓乓乓乳乓乓敵 好 那你選另一個角度θ 這個θ就是從這個10這個點 逆時錚也可以走 長度走到θ的地方 可以嗎 就這樣子走了 走到不同地方 如果這個長度 叫做θ 那它的座標 座標就叫做cosθ 有적인 可以嗎 所以怎麼樣從θ去決定三角函數 他說就是從這個點開始走 走到θ那個長度的時候 達到的兩個坐標 一個叫做三一個叫三 就這樣 那如果是負的θ怎麼樣 就是順時分數 可以嗎 那你說 可是這個跟你以前想的不太一樣 你以前想的是角度對不對 那這是因為我們在後來 數學裡面採用的系統 角度系統 這個角度就是用這個補償來計劃 可以嗎 所以轉移圈是360度 但是我們現在不會這樣行 我們會用整圈的虎長來代表 叫二拍 可以嗎 一般叫進度 那半圈就是拍 90度就是二分之拍 那60度是多少 三分之拍 因為1.80除以3對不對 30度就是六分之拍 45度是四分之拍 好 一時類推 可以嗎 所以證明什麼就是用虎長來計 那你說啊這樣想不就很嚴格了嗎 還要怎麼辦呢 還有一點不嚴格啊 因為什麼叫做這個點到這個點的虎長 對吧 比如說我給你θ是e 好不好 請問你要走到哪來的轉移 於是你就說啊我就把一個長度是移的 都一張卷子這樣 選張去這個過程不是一個數學的過程 對吧 所以這裡面會有一些嚴格性的問題在 或者就很簡單 我就隨便選個上面的點 就告訴你坐標 就寫出來給你看 那我就問你說 請問你這個點 走到這個點的虎長是多少 我們沒有定義過這個東西 可以嗎 好 那所以我們剛才只是說先訴諸直覺 先相信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那個虎長的計算方法 然後去規定了三角函數 是這樣 如果你要真的絕對嚴格的話 要百分之百絕對嚴格的話 好 那你必須要先定義虎長 那虎長 有的人可能用積分的方式來定義 那你也可以用別的方式 比方說這個點到這個點的虎長 它怎麼算 他說第一個 你先切好多小段 然後你就先討論這個第一項線的部分 你切好多小段 然後依照他們的這個x 要有大而小的順序 去看兩兩兩兩兩兩的直線段長度 那直線段長度是有定義的 用B是定義 用坐標相檢 比方加起來可以更好 好 你就看切完之後 把這個直線段長度加起來 會得到一個數字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考慮所有的切法 在兩段中間你去隨便畫分點 每次都畫有限多個 所有的切法都得到 每次切完就得到一個折線 要去看所有的折線的長度 然後取他們的最小上階 因為你相信實際上 圖長應該比剛才有畫的那個折線長 要來的長 在這個例子 所以你考慮所有那種折線的長度總和 對 每一條折線的長度 每一段的長度總和 每一個折線會有一個長度 那你考慮所有這種長度的什麼 那個值你覺得好像應該定成 踏到它的補償 事實上那也是最後 我們去定補償的道法之意 那你會發現那樣定的話 就有一個嚴格的補償系統 然後可以去決定走多長以後達到的位置 口三次多少 三次多少 但是我現在不會去這麼做 好不好 因為那只是 那就像堪跟定理一樣 就是你覺得已經很顯然了 只差沒有用 時數文背景把它嚴格寫出來 但是它的結論還有它的性質 我們應該可以很容易使用 所以我們暫時會先這樣用 就是在跟你們高中範圍一樣 OK 好 那這個三角函數它有什麼特性呢 它的特性就是口三平方加三平方是1 但因為是在單位園上嘛 對不對 所以自動會有這個性質 再來是貼塔加任何二拍的整數倍 結果會一樣 因為你每加一個二拍整數倍 就是多走了一群幾圈 回到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口三格算是一樣的 那稍微有一點點不太顯然的事情 就是合角公式 合角公式有學過嗎 合角公式就是說 口三裡面帶貼塔加5 會等於口三貼塔 口三貼塔 減掉sine theta sin5對不對 然後sine的 theta加5 會等於口三貼塔 sin5 加上sine theta口三貼塔對不對 好 那這兩個叫合角公式 那你會說這兩個稍微比較 不那麼顯然一點 其實它也有一些很顯然的看法 不過我先不去多說了好不好 好 那我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這兩件事情相當於是在說什麼 它相當於是在說 posine theta加5 加i倍的sin theta加5 你可以把它寫成 posine theta加i sin theta 乘上cosine theta加上i sin 可以嗎 可以嗎 就只是這樣而已 為什麼 因為你下面這個數字 你把我用給你講開的時候 有尺步跟區步 尺步就是coscos減掉sine sin 第一個 就是剛剛這邊的cos對不對 那區步就是cos sin sin cos加起來 就是這個 可以嗎 所以其實合角公式的另外一個面向是在講 當你把兩個負數 角度 符角是 theta的負數 跟符角是 phi的負數兩個 乘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效果相當於是把符角加在一起 可以嗎 那至於說你要用誰去推的另外一邊 這個見仁見智 但是都有一些講法可以講 我只是說我暫時不去講 為什麼這件事情這樣 我只是告訴你說 如果你同意 如果你在高中的時候 已經在不違背良心的情況之下 覺得合角公式是對的 那你就要相信下面這句話是對的 可以嗎 那當然這樣 到底有沒有違背道德良心呢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可以嗎 下面這個公式我們會同意的 可以嗎 就是說兩個負數相乘的時候 它的符角產生效果就是相加 那如果你還要關心前面這個長度 那長度就是相乘的 我剛剛有提過對不對 A乘B的絕對值會等於 A絕對乘B的絕對值 所以基本上負數的乘法 它是幾何的還意思很明確的 就絕對值的部分就直接長度相乘 那符角的部分就直接加起來 可以嗎 那這些東西它背後還有一些 比較深層的詮釋方式 不過我們暫時先不去提了 所以我們下次會用到的東西有哪些 第一個是有這些公式 這些很重要 那再來一個主要的結果是我們今天講到的 定義在一個有界幣集合上的 在歐式空間中有界幣集合上的連續函數 時數值連續函數會有最大值最小值 這件事情 那我會用到的情況很簡單 就是在平面上 複數平面上就是R2 然後我考慮有界幣集很簡單 就是一個圓函 有界幣圓函 然後我考慮函數也很簡單 就是這個多項式的長度比方 簡單的講 所以都是很簡單的函數 好 那還有什麼是你需要預備的呢 你需要對三角不等式的操作要熟悉 比如說當我一講說 有個不等式從三角不等式來的 你要可以體會它為什麼這種三角不等式來的 好不好 那這些東西你說難嗎 它不是真的很難 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那突然看到的話是要費點錢沒有錯過 但是這種東西都是慢慢的 我覺得你久了就習慣了 久了就有辦法操作 所以這算是一個預告 所以我們下一次課要講的是這個內容 那我們講的這個證明 基本上是一個叫做阿鴻的人 高四又給一個類似的證明 那代書基本定理已經 現在已經有好多證明了 各式各樣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們會講的這個看法就是一個 相對比較單純一點的看法 可以嗎 你可能會講說 這不是解放一個式而已嗎 那還是什麼那個 有沒有那麼簡單 你看像我剛才隨便寫那個放一個式 我剛才不是隨便寫一個 比如說 好 隨便亂寫 3加i的z的5次方加4d加7i 例如說這樣 如果你要硬直 你會怎麼做 z必須要帶x加iy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個帶進去的時候 這邊展開嘛 展開會出現一個有十步虛步 都是x跟y的多像式 可以嗎 每一個地方都是x跟y的多像式 所以你把十步擺一起 虛步擺一起 他整個寫出來應該會長成這個樣子 他應該是一個xy的多像式 實際數多像式 再加上i的另外一個實際數多像式 可以嗎 所以你要解他等於0 你等於是要問說 怎麼樣的平面上的xy點 會同時讓這兩個多像式 他等於0 好 那當然 比如說讓這個圖方式等於0 你心中會想說可能是某一些曲線 然後讓另外一個圖方式等於0 可能是另外一些曲線 你要確定是那個曲線有角點來行 可以嗎 那當然表面上並不顯然他都不會有角度 那有一些證明 比如說高斯有提過的一種想法是 其實可以試著就分析 F等於0跟G等於0的曲線 會不會應該要交到 不過那你現在也要費點工 我先拍聯合 那無論如何我只要講說 像這種定理敘述起來 你都覺得好像很簡單 然後你們可能 也許高中有提過或沒提過不知道 但是你從來沒有想過說 其實得到他是需要費也夠的 那我們下次會來講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結果 例如說給了一個10係數多項式 對不對 我們把一個多項式可以做一式分解 你可以想像要去做一式分解 然後你希望分解出一些多項式 那些多項式是不能再分解的 我現在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給你一個10係數多項式 一次的多項式是不是不能再分解的 什麼是不能再分解的 就不能夠再寫成次數更低的多項式的層次 什麼樣的嗎 就是10係數啊 10係數的 我們現在談的都10係數好了 一次就不行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再怎麼寫一定有一個是一次的 頂多有一個是常數啦 常數不算 好不好 就不能夠寫成一些次數 全部都是次數嚴格小的多項式的層次 這樣的多項式叫做不可約的多項式 可以嗎 不能再化約的多項式 那一次的是不是不可約 一次都是 二次呢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多項式叫做 a x 平方加 b x 加 c 實際數的 什麼時候它是不可約的 如果它有10根的話是不是有可約 就可以猜測兩根 十是多項式嘛 對不對 那沒有10根的時候就可約 沒有10根就不可約 對不對 所以判別是如果是負的 那就是不可約的情況 所以二次的 只要怎麼判斷 但是無論如何它也只能分成兩種的情況 一個是分成兩個一次的 要不就是它自己怎麼可約的 對吧 好 再來問三次多項式 一定可約 為什麼一定可約 一定要有10根嘛 因為按照堪根定理 x 能大的時候 它可能是正或負擔 另外邊就反過來 對不對 已經有10根 所以一定可以分一個根出來 所以它至少可以寫得一個一次的乘上一個 二次的 好 四次呢 四次一定可約嗎 四次一定可約嘛 那你覺得不一定 你可不去一個不可約的意思呢 對 你可不去一個不可約的意思呢 對 你可不去一個不可約的 四次的 無論如何 剛才三次那個告訴你 只要是基數次的 我一定可以提出一個一次的 對不對 所以會剩下一個偶數次 不過偶數次的 你還是可以問它可不可以再分解 對不對 好 那二次的 你知道是完全知道答案 可以或不可以 那四次 六次 八次這些呢 四次 六次 可不可以再分解 四次是一定可以再分解 還是 還是一定不 這都不太一樣 一定不是每個都不能分解 這當然是不對的 因為你很明顯的有一些四次可以分解 只要有10根都可以再分解出來 對不對 那是不是不一定呢 就是有的四次可以 有的四次不行 還是說全部都可以 X四次方加1 沒有十足分 但它不會會分解 真的嗎 剛才我同學提了一個不錯的例子 我同學說X四次方加1 對不對 好 那你知道 你知道它的 它該有的根是誰 對不對 它的根有哪些 負數根好 你會的負數根好 有誰 我們來畫個圖就好 你看喔 這是不是表示 好 而且你自己的四次方加1 對不對 那就表示自己的四次方是負1 好 那我們就用剛才我們學的那個 極式來表示好了 好不好 你要想有個負數 它的四次方是負1 那個負數 那個負數一開始 如果寫成它的絕對值 乘上cosθ加i sinθ 對不對 那它的四次方是什麼 是不是那邊等cos4θ 4θ對不對 對 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你要讓這個是負1 就讓它做負1 第一個 後面這個長度是多少 cosθθ 長度一定是多少 用cosθ分θ做成的 長度一定是 長度怎麼對 負數的長度 所以這兩方加起來可以 看它跟遠一點的距離 對 這是x座標是白座標嗎 對 長度是多少 1 1嘛 因為口3平方加3平方數是1嘛 對不對 好 即式的好處就是這樣 只要是先後面這種樣子的長度是1 啊 Z的四次方長度高是1喔 那請問Z的長度是多少 1 可能是1嗎 因為四次方是1的長度就1嘛 好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告訴你 Z的長度是1 對不對 所以沒有這個部分 可以嗎 所以你剩下的問題是要決定θ OK 那負1在哪裡 負1是在這裡 對不對 你四倍角度以後變成負1嘛 表示你一開始這個角度四次一頭 會變負1喔 它有誰 45度 有45度角 這裡 還有誰 這個也可以 就這四個 可以嗎 就45度 再加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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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數字就是那四個根 對吧 我知道它們都不是四個根 那你發覺出來 這個人叫誰 根奈爾本子1加i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負1加i 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負1減i 對不對 那這個呢 負1減i 對不對 有四個根 可以嗎 所以你知道一些事情 如果你要把它分解 你是可以分解的 它可以寫成 z減掉這個 還有什麼 z減掉這個 然後還有z減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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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有沒有寫錯 我那四個根應該沒寫錯吧 沒有 好 好 那是不是可以寫這樣 對吧 因為它四個根就用它四個根吧 好 好 那我現在把這兩個乘開 乘開 乘開會不會乘 張張張看 動手寫一下 張張看 復數會不會算 復數是i減還會不會負一一樣 簡單說就這樣嘛 對不對 這會不會算 你乘開 好 我先幫你算第一個 z平方 加什麼z加什麼 好不好 來 打算這關 這如果是高中生應該要回算 好不好 其他國中生不會沒關係 但高中生 回算就會很驚訝 這個地方當然就是把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加個符號對不對 這兩個數字加起來做得到 跟號2分子2 加符號 這是多少 負的 負跟號2 對不對 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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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層級 來哦 二層級 要有的 是嗎 要有的 不然算哦 不要算錯了哦 慢慢算哦 不要說 一加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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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減來乘起來 應該是一減掉I比方 對不對?I比方是負一 一嘛 很好 所以是一 你看前面都不能是這樣嗎? 這就是10係數多少次? 這就是一個10係數多少次嗎? 後面那個咧? 後面那個會是Z比方 加更號1比起來 可以嗎?所以他可以猜成兩個10係數 OK? 所以是可以分解的 雖然他沒有10根 現在他可以猜兩個2次 那兩個2次不能在分解 那你說為什麼會知道這樣嗎? 不然是騙你的嗎? 就是好像很玄妙 但其實很簡單 就連你們剛才在做計算 在那邊算你把它撐在一起 我不用算 我也知道答案 我剛才不用算 我也知道這兩個是應該是一 我還知道他們兩個加起來是10數 所以這個一定是10數 這是1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這兩個數字是這兩個 他們在乘的時候 就是把他們的輔角合相加 一正一負加起來就是0 對不對? 長度相乘就是1 可以嗎? 所以乘起來就是1 OK? 好 那 加起來是什麼? 就是10負相加1 他們虛負會理掉這樣嗎? 10負就是自己的10負兩枚 好 就是這樣會 好 所以你注意到一件事了 那這樣你應該知道一般的答案了嗎? 就是說我現在如果給你一個偶次的10係數 多少個次 偶次 那如果代數基本定值對 假設 也就是說它都有根 都有負數根 你就可以像我剛才這樣 把它的負數根畫出來 對不對?有負數根 好 那我們來問一個問題喔 有一個10係數多項是 假設有一個負數根 如果你把那個負數根取它的共2負數 就是讓它對稱於x軸畫到下面 對近向的位置 是不是也是一個根? 一個10多項是 假設有一個根 你把那個根求共2負數是不是還是根? 是嗎? 因為求共2負數就把所有的項都加個bar 好 那10係數的部分都不會改變 對不對? 所以只要你有一個根 它的對象的部分一定是 也是一個根 對吧? 所以你這個10係數多項是做負數的分解的時候 只要它分解出某個z-多少 只要那個多少是一個不是時數的東西 它就會另外分解出一個z-它的共2 可以嗎? 只要你一遇到z-a跟z-a的共2乘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發生什麼現象 就變成z平方 減掉a加a bar對不對? 再加上a乘a bar對不對? 這個就是a的長度平常 所以一定是始數 這個的話就是a的10部的兩倍 所以一定是始數 對吧? 所以它要嘛就是有10根 要嘛就是複數根 那複數根會成就會出現 所以無論如何它一定可以分解成一次的 或是二次的多樣式的成績 可以嗎? 所以沒有那種10係數多樣式 4次以上 2次以上是不可原的10係數多樣式 可以嗎? 就是在可以分解的這個 在時數裡面可以分解的意義下 你能夠分解出來的東西 一定是一次或是兩次的 不會有高次的 但我們剛才這件事情就用到什麼? 就用到有分這件事 因為有分你才有完全分解的嘛 才可以分解 才可以去寫 重新收集那一下子 所以這件事情你看我們可以從 代數基本定理去推論出來 但是如果你不是要代數基本定理 你單純是問說多項式可不可以分解呢? 你要去得出結論說它不能夠分解成 只要是三次以上都還可以在分解 這個結論好像沒有辦法容易得出 我不確定是否可以得出來 好像你可以想想看就是似乎不是很容易 但是只要你有這個基本定理 你可以看得出這個結論 所以結論表面這樣看起來 好像跟有沒有根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剛才是利用它有根來推倒它 好 我們現在來談一點線性代數 我們上次上次有介紹過這個 什麼叫做線性映射 我們說一個映射從一個像樣的空間 假設它們都是K像樣的空間 好不好 所以這個V跟W都是K像樣的空間 那這個K是什麼? K是一個體 它至於是什麼體 就是一個細數 比如說細數全體 比如說時數或是複數 在討論裡面我們會固定它 所以我們現在就抽象的把它叫做一個K 如果覺得很長 就想就是時數就好 就是它伸縮的時候成個倍數 可以用時數 我們說一個像樣的線性空間之間的映射F 它是線性的 或者說它是K線性 只有打這個K線性 如果說它符合兩條件嘛 對不對? 第一個是保持加增性 變合兩個V跟V V外跟V 先相加再映射 會跟先映射再相加結合一樣 那第二個是認給一個數字 還有任何一個向量 先伸縮 再映射 會等於先映射再伸縮 有時候這個點尖會剩一個月不寫 就是伸縮的意思 好 那這兩個呢 有時候常常大家會把它合併在一起 會這樣寫 比如說C1 B1加C2 B2 可以拆成C1還是B1加上C2還是B2 它會很漂亮的結果 就是你先拆開代表係數題之外 也不限於兩個 你可以有更多個 只要是有限多個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一彈到線性映射的話 就會心中自動浮現這樣的特性 好 那我們還有介紹過子空間嘛 對不對? 一個向量空間的子空間 因為它空間裡面的子極 什麼時候叫一個子空間? 什麼樣不會掉出去? 怎麼樣不會掉出去? 裡面的元素加了不會掉出去 還有什麼? 伸縮不會掉出去 對不對? 好 那只要有線性映射 只要給線性映射 然後很快問大家一些問題 我想要利用這個線性映射 來造一些B跟W的子空間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很快做一個C1 第一個 我們現在先給B 給B一個線性映射 好不好? 從V到W 它是一個Linear Map 好 那請你說明 你在V裡面 對任何的向量子空間 好不好? Vector subspace 叫做V' Vector subspace 好 請你說明 它的影像 會是一個Vector subspace 好 要去 可以嗎? 就是你把這裡面的一個子空間 影像知道嗎? 這個集合論 我們最前面請大家預期的部分 好 你有一個集合A到集合B的映射 對不對? 那A裡面挑一個子集合 它的影像是什麼? 就是把A裡面的元素全部都 把那個子集合裡面的元素全部都送過去 然後收集起來 叫它的影像 好 所以我現在要你想一想 這個 對一下一個 子空間的 在線性映射之下的影像 是不是一個子空間? 可以嗎? 好 那你要驗像什麼? 你要驗像這個傢伙怎麼樣? 裡面的元素加了跟伸縮都不會掉出去 對不對? 好 我們很快寫 寫這個 超簡單的 它裡面的元素要長什麼樣子? 假設有W1跟W2在這個裡面 好不好? OK嗎? 什麼叫做這裡面的元素? 就是V'東西的影像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知道說 我們可以找到 V1跟V2在V1裡面 使得W1就是V1 W2就是V2 要等一下對不對? 按照定義就這樣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去看W1加W2 請問你V1加W2就是什麼? 按照線性它是不是可以寫這樣? 可以嗎? 可是V1加V2這個是在V'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 因為V'是一個子空間吧? 所以V1跟V2都在V'裡面 加完還是在V'裡面 所以這個傢伙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這裡面?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證明了 這裡面元素相加以後 不會掉出去 對吧? 那相乘呢 一樣的我們可以找到 找到一個V'裡面都會送到W 那因此 如果把這個W先乘一個C 那就是把C乘上FV 那就等於FVCV對不對? 那這個是不是掉在冰框裡面? 所以這是不是屬服? 這比較長 這比較長 這個很無聊的 對不對? 我只是就顯示給你看 我說怎麼樣叫算這個證明 這樣就算這個證明 可以嗎? 因為我真的證明了 這裡面的元素 如果是5刃條兩個來加來掉進去 乘倍數來掉進去 對不對? 好 這交給給證明 好 所以 紫空間的影像 紫空間在線性映射之下的影像 還是一個紫空間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有了一個 左邊的紫空間可以創造右邊的紫空間 那有沒有導過來? 沒有反函數 那個有個名稱 你有映射 從A到B 那B裡面調給紫集合 跟這個映射還有這個紫集合有關 你會做一個這邊的紫集 PREIMAGE 對不對? PREIMAGE是什麼? 我收集 比如說這裡有個集合S 送號T好了 S送號T 好不好 S送號T有個映射 那裡面有個紫集叫B 什麼叫做B的PREIMAGE 你收集什麼名字? 收集所有啦 S裝那個元素怎麼樣? 送進B的 對不對? 那個叫做PREIMAGE 那只是符號上 你會寫成有個-1的樣子 好 那個-1 那個一般不叫反函數 好不好 雖然它跟反函數 這個觀念是有關係 但是我們不要把它設作反函數 所以那第二條 對於任何的 Vector subspace 叫W 個案 好不好 W 那它的逆向 逆向 會是一個 Vector subspace Vector subspace 可以嗎? 那這個逆向是什麼? 我幫你解出來 它就是收集所有B中的元素 只要經過F以後掉在W塊 就是你要的 好 那一樣的 來 很快證明一下 這是像樣子空間 好不好 來 我們來證明一下像樣子空間 這樣 謝謝 謝謝 你要這樣拉像樣子空間就要再一次證明 它裡面的元素 加也不會掉出去對不對 伸鎖也不會掉出去 好 不要寫 不要寫 這太重要了 我寫給你看 好 比較快 這真是比較簡單的 你在心中想兩下就可以知道怎麼做 好 你就考慮裡面任何兩個 逆向裡面的東西 對不對 好 按照逆向的條件 你知道 那一定就是 F1跟F2 那對不起 B1跟B2經過F都要掉在W'嘛 對不對 好 好 那按照W'是紫空間這個條件 B1加B2 是不是可以寫成B1加B2 這樣是不是也在W'裡面對不對 好 換句話說 B1加B2經過F送到W'裡面 表示B1加B2是在W'的逆向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是不是證明了 這個球合OK 那非常非常類似的 另外沒有尾鞋 伸縮的那種感覺好不好 好 無論如何我只要告訴你 就是只要你有線性影射 你就想像是這個 像平面一樣平平的東西送過去 線性就是保持什麼 保持像那樣組合 像那樣組合送過去保持 那這邊只要你拿一個紫空間 也是一個平直的東西 它的影像送過去 也是一個那邊的紫空間 那倒過來 你去看那邊的紫空間給定的時候 你考慮送進去那個紫空間的所有元素 這也會是這邊的一個紫空間 所以就是就這麼簡單 就怎麼樣這樣 好 那在這個逆向 影像跟逆向 這個是影像 紫空間的影像 這個是紫空間的逆向 這兩種概念之下有兩個很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 好 特別的 重要的 特別的 有兩個特別的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什麼 假設這個F是一個 這是一個Linear Map 我們叫做一個定義 我們把F的Image 有時候或者寫完整一點 叫做Image F的像 就定義車 把整個V給送過來 可以嗎 OK 整個V 那 請問你它是不是W的紫空間 它是不是W的紫空間 是 因為 V是Vz的紫空間嘛 對不對 我們剛才已經知道 所以紫空間送過去 一定會是紫空間 好 是第一個 好 我們定義 這個 以及 V 這兩種方法都可以 但有時候我們寫減來一定就Im 表示是影像 像極 或者是像空間 那再來一個是這邊 這邊有一個很特殊的紫空間 我覺得就是W 請問你W的逆向是誰 W的Creamy是誰 什麼東西會送到家的 全部的V OK 就是V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W的Creamy 沒有任何的意義 就是整個V 所以我們看是另外一個極端 這裡面最大的紫空間是W 那請問你最小的紫空間是誰 一個像樣空間裡面 最小的紫空間是誰 OK 零向量構成 零向量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調一個零向量 零向量是一個紫空間 可以嗎 那它的Creamy叫做Colonel 解完整的也叫做Colonel 這個字念Colonel 中文叫合 Colonel 那我們會簡寫寫這樣就好 它的定義就是 把零向量拉回來 去考慮送到零的人全體 這邊只要送到零的 就叫做一個Colonel的字 你就把所有送到零的都收集起來 叫做Colonel space 可以嗎 所以給定相當空間以後 有兩個東西特別 特別是我們會考慮的對象 其中一個是把那邊的整個空間都送過去 看能夠送到什麼東西全部找出來 這樣叫它的像 叫Image 另外一個是把送到零的都找出來 叫Colonel 可以嗎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證明一個定理 證明一個很簡單的回度公式 這是一個這個Colonel跟Image的回度公式 我們現在例 從V到W 好 有一個線性映射 然後我們來假設 假設V是finite finite dimension V是有線圍的 好不好 假設V是有線圍的 我們接下來考慮現代數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有線圍的 好不好 因為無窮尾的 在這個階段不太容易講 所以我們先講有線圍的 有線圍什麼意思 就是它可以用有線圍圍圖去生成 可以 所以是有線圍 好 在這樣的設定之下 給定這個 我們知道有一個結果 這個結果是這樣 V的維度 會等於它的Kernel 的維度加上Image的維度 可以嗎 因為這是紫空間嘛 對不對 紫空間嘛 所以相當的紫空間 它是它的紫空間 它是它的紫空間 這是紫空間 你可以去談維度 我先很快問一下大家 V是有線圍的 這我們的假設 對不對 請問你它是不是有線圍圍圖 或者我問你 ImageF可不可以用有線多個元素生成 用有線多個元素的組合表情 那你待會兒先想一想 ImageF怎麼做出來的 怎麼做的 把V的東西送過去 對不對 V可不可以用有線多個元素生成 因為 有線圍 因為有線圍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在V裡面找出 有線多個元素加加加 就乘倍數再加 就做出整個V嘛 你就把那些生成員的影像找出來 就是生成 整個這個嘛 因為它裡面的元素 一定可以寫成V的元素的影像 那V的元素的影像 就可以寫到有更多的生成員的組合 所以組合套到你組裡面的時候 就把組合拆開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生成員的影像 就會是它的影像的生成員 可以嗎 這是更一般的 就像剛才在這邊 比如說 你這個V裡面有個磁空間 叫V塊對不對 V塊你如果有生成員 那你把V塊的生成員 經過你送過去 就會得到它的生成員 可以嗎 好 這從定義去寫就沒看得出來 好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 就是如果V是有線圍的 它這個image還是也是有線圍的 好 那這問題喔 CurinalF是不是有線圍的 CurinalF是V的磁空間 V是有線圍的 有纖維空間的紫空間是不是有線圍 是 為什麼 為什麼呢 雖然想就覺得硬實 好 需要一個理由嘛 你就想 一個有纖維空間的紫空間 你要看它是不是有纖維 就要看它裡面的 比如說它可不可以有一株有線生成集 或是你要創造一個有線集 對不對 那那個紫空間裡面 你隨便調一組獨立集 它都是大空間的獨立集 可是獨立集的個數 一定不會超過大空間基地的個數 對不對 所以表示那個紫空間裡面 可以容納的獨立集的個數 有一個上限 達到那個上限以後 你再加元素進去就不獨立了 表示說達到那個上限之後 其他元素都可以用這些元素的組合來表現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用有線多元素就表示出來 可以嗎 好 這裡有一些小小的這種敘述 你可以把它聽得好像很隨便 但是如果你要認真的去確定它是對的 你就要用到前面講的 replacement 定理 給一個精確的證明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練習 如果你將來是想要念數學的話 你必須要不要像我剛才講出一個那種的證明 雖然它直覺上很容易記憶 對不對 一個有纖維空間的紫空間應該更扁啦 所以應該要 維度可能要更有線 但這不算是一個證明 你懂嗎 就證明 你要說它是有線 你必須要說它裡面有一個基底的元素 是不是有線 那你得告訴我 為什麼會有嗎 好 累嗎 好 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說我宣稱的這個定理 那這個定理 你要怎麼來理解它 這理解 這也不難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我現在問你 兩個元素在比裡面 什麼時候影像會一樣 好 那我們開始想 兩個元素 你要看影像一不一樣 你就看影像相減是不是0 對吧 影像的相減跟相減的影像是不是一樣 是 為什麼是 限定 對不對 所以加減都可以猜開 對不對 好 所以你要看兩個元素的影像是不是一樣 你就要看它們相減以後的影像是不是0 相減以後的影像如果是0 這相減以後會掉在kernel 因為影像是0就是kernel 裡面的元素 對不對 好 所以基本上kernel是什麼意思 kernel的意思就是 就會用來衡量兩個東西到底影像差別到什麼程度 好 兩個東西的影像如果一樣 他們的差就會掉在kernel裡面 可以嗎 好 所以kernel的功能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定理 好 這個定理 其實它是怎麼看的 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 我們舉一個例子 你就立刻給清楚 好 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樣 我考慮三度空間 好 我考慮一個 從平面送到R3的映射 好不好 然後再映射的量減這樣 XYZ 我就送到X 可以嗎 X00 這個時候會死 XY送到X00 可以嗎 好 好 來 我們來想想 所以它這個映射是從平面出發 對不對 從R4出發 送到三度空間中 請問你它的影像是誰 image F的image是誰 X座不要料的東西 其它是0 全部的這種東西構成是怎麼 一條線 哪一條線 X軸 好 所以它的影像是整條X軸 看一下怎麼發現 這樣 這是整條X軸 這個是imageF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它雖然送到R3 但它影像會全部集中在這裡 再來 kernel是誰 送到0的是誰 那0Y對不對 0Y是這邊的誰 Y軸 可以嗎 所以這個Y軸 這個是kernel F 可以嗎 那請問你喔 它的微數是多少 2 有沒有等於1加1 有嘛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它就在講這個微式 可以嗎 好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是對的 因為我剛才只是 我是說從這個例子裡面 你看出這個公式在講那微式 好 那為什麼剛剛好是 這個的維度會是它的維度 加上它的維度呢 好 我們來想一想 按照我剛才的說法 這裡如果有兩個項量 它送過來是同一個點 那表示什麼 兩個項量 它們的差是怎麼樣 它們的差就掉在kernel對不對 表示它們的差要跟這個kernel是平行的 對 就這個這樣跟它是平行的 就掉在kernel的意思 可以嗎 好 那 所以你可以這樣想 好 只要是差kernel裡面的東西送過去都是0嘛 對不起 送過去都是一樣的東西 對吧 好 那特別的 整個kernel本來送過去都是0嘛 可以嗎 就這個kernel 這條線的影像在這邊是看不到 就只有這個點而已 好 那你要去感覺 就是說這個的維度跟它的維度的差 是差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差在凸出去的部分 它凸出去的部分 當然送過來就不是0 可能是別的東西 如果你有辦法說凸出去的部分 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個數 你可以取得 在獨立的要求之下 可以取到跟這邊的基底的個數一樣的話 好 那再加上它的基底 好像可以構成它的基底 心中有一種這種圖像 那這樣好像就可以去講說 它的維度要等於這個的維度加上它的溫度 你懂不算 好 我們就 好 我好把它的序述寫出來 總之這個剛才舉這個例子 只是希望你有個感覺 那我們現在把它精確的寫一下 好 第一個 這個 Kernel F is also finite Dimensional 好 這個我剛才有解釋過 但是我讓你自己回去再想一想 再想一次 就是為什麼它是有線尾的呢 我剛才的解釋是 它裡面的獨立極的個數 元素個數不會是不見大的 一定還有一個上線 上線就是 就是V的維度 好 所以 我們可以 選一組基底 像說V1一直到Vm 好不好 這個Kernel 不是這個Kernel 我們可以選一組基底 V1到Vm 好 好 那這個基底呢 這個是V 這是V 然後裡面有一塊 叫做Kernel 這片到Kernel 可以嗎 這叫Kernel 好 所以我在這片上面已經有一個基底了 有些基底 所以你要 我這因為有時候畫成一條線尾 你可不可以嗎 我沒有辦法畫來 我就是畫一條箭頭 可以嗎 這叫V1到Vm 在這裡 可以嗎 V1到Vm 就這些 它的基底 那你一看到它的基底 那你要看的是V的維度嘛 有一個子空間有基底了 你會做什麼事 你有一個子空間有基底 但是你關心大空間的維度 你會把這組基底 擴充 擴充 OK 擴充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 Extend 我們把它擴充 好 本來只有到M個 但如果現在補上M加1到M加L好了 V可以嗎 好 那我補的這些人 可能就補在這邊 另外有一些Vm加E 可以嗎 在這邊 好 補成基底了 好 那你非常希望一件事 因為你希望就是這個的維度 會是紅色的維度加上影像的維度 對不對 那你看到在這個映射之下 在映射它會送到一個影像 如果你剛好可以把這個藍色的東西 送過來就是影像的基底的話 那那個等次就成立嘛 因為它的維度就是 它的基底的元素個數 所以如果藍色的影像 剛好就是它的基底 互相都相依的類似基底的話 那它的維度就是藍色的個數 藍色的個數加紅色的就是Cm的維度 加起來就是V的維度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宣稱 我們宣稱我把這些藍色的東西送過去 它會構成一個 Basis 好不好 我們宣稱 這樣 那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 我就正完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們是構成它的記憶 它的維度是多少 這有幾個 L個 對不對 M加1到M加L 所以它的維度就是L 然後Kernel的維度是多少 就是M Kernel就是M 所以Kernel的維度M 加上Image的維度L 就是全部的維度 就是V的維度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可以證明 這個是它的基底 那我就做完了 我就證明了這個東西 可以嗎 好 所以圖像上是很單純的 就是你在Kernel裡面選一些基底 但這個基底在F之下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們全部都會被送到0這個點 但是你就把它補 你把它補成B的基底 就會突出去一些東西 那你突出去的東西 因為它是突出去的 我們剛才講的 Kernel是衡量送過來的東西有多不一樣 所以你突出去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送過來要跟0越不一樣的東西 就越應該留下來 所以你會問說 那是不是藍色的東西送過來 就是剛好沒把這邊的東西弄得滿滿 你會希望 所以我把它叫綠色好了 這邊就是FdM加E 可以嗎 我很希望這些綠色的就是它的基底 那如果是這樣我就說完了 因為綠色的個數跟藍色很一樣 那藍色加紅色就是整個B的維度 那就做完了 所以最後只剩下這件事情要做 那這件事情其實蠻容易的 我們來講 你要說它們構成它的基底 是什麼意思 它們是基底是什麼意思 一組像那樣是基底 獨立又生成 OK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們有沒有獨立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來想想看它們有沒有獨立 好不好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好不好 挖挖起來這邊 OK 像這個VM加E 到VM加L 好 我們說它是獨立的 我來說明這件事情 好不好 為什麼它們是獨立呢 那你就檢查嘛 什麼檢查 假設有一個系數 組合出來0 對不對 Suppose 有一些系數 有L個 好不好 這裡有L個 使得 它們的組合是0 這個0向量是在W裡面的 0向量 對不對 你要在影像那邊 假設組合出來是0 你會怎麼做 那這是現金對不對 那這樣有一個組合 你當然是會把左邊 寫成 你那不這樣寫嗎 可以嗎 好 同樣的系數 先組合再送過去 那你看喔 這個東西是不是會經過F中那0 那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裡面這個相當屬於 Kernel Kernel C1 Vm加1 加到Cl Vm加L 屬於Kernel對不對 屬於Kernel會幫你朋友見價 這個可不可以屬於Kernel 對不對 這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那你別忘了 那些Vm加1讓人家有L拿來的 我是不是從 擴充完的基底裡面 剩下的對不對 他們如果屬於L 我會想什麼事 我們就想想 屬於Kernel F Kernel F不是一開始有一個基底嗎 叫做V1到Vm 所以如果他們屬於Kernel F 會有什麼現象 他們可以寫成 V1到Vm的組合 對吧 因為Kernel F裡面的元素 就是用V1到Vm的組合來寫的 所以 我們可以找得到 比如說A1到Am 使得上面寫的這一串 C1Vm加E 加到ClVm加L 可以寫成A1倍的V1 加到Am倍的Vm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事實會不會給你一個矛盾 違反現金獨立嘛 對不對 因為測試這等號 到處你可以移向過去 會得到0對不對 表示V1到Vm 再到Vm加E到Vm加L 就出發得到0對不對 你要不違反現金獨立 只有一個要求 全部是0 全部是0 就是11號全部是0 11個A都要是0 可以嗎 特別的11號全部都是0 你知道我這還有兩句話自己寫好不好 就是說呢 我的目標是要證明 只要這些F5用C組合住0的話 那11號全部都是0 那我說你先利用這個4把它寫成這樣 那就知道 這些V用C組合以後會掉在Kernel 可是掉在Kernel就可以用Kernel的基底 用剩下那些V1到Vm來寫 那整個得到一個關係是 可是你知道這些V1到Vm加L 全部一起要是基底 要是V的基底 所以他們要獨立 所以只要他們 你把移向過去 就表示他們可以組合出0 那組合出0之後 係數只有一種答案 就是全部都是0 特別的C要全部都是0 可以嗎 所以這樣說明了這組F是獨立的 OK 最後一句話一定要寫喔 我沒有寫不代表 你都要抄筆記 你都要寫好不好 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寫的時候要寫出來 好 接下來證明他獨立的 還要證明什麼 生成誰 生成ImageF OK 好 生成ImageF 要怎麼證明他生成ImageF 怎麼證明他生成ImageF 好 你先想 第二步 第二步要證明 這些 他們生成 抱歉這件事 對 剛才是要證明 第一個步 只有第二個步 這個步驟的效果 好 那就開始想啊 ImageF裡面的元素 你希望可以用它們組合表示 對不對 你先問一個問題是 ImageF裡面的元素要怎麼 如果你有一個在Image裡面的元素 什麼叫做Image 影像 所以他一定可以寫成F of V的樣子 對不對 你的目標是W要寫成他們的組合 我還沒做到 但是我先把它寫成F of V 這是來照定義 沒有什麼 那你下一步當然是把V怎麼樣 萬一啦 萬一 萬一V可以寫成Vm加1 要Vm加L的組合 那就太好了 因為這樣的話F V就可以寫成 剛才這些F的組合 對不對 但是這個V你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它掉在大V裡面 那怎麼辦 大V剛上不是有一個基底嗎 有紅的又有藍的嘛 對不對 那我先把這個V用大V的基底寫 我們知道 A1到Am加L 使得這個V 可以寫成A1倍的V1 加到Am倍的Vm 再加上Am加E倍的Vm加E 再加到Am加L倍的Vm加L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 這些V是大V的基底 所以我總是可以這樣寫 可以嗎 那當我這樣寫的事情就做完了 因為呢 W W是FV 對不對 FV是什麼 就把它拆開整理 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前面這半段 V1到Vm是什麼 Kernel 誰的基底 Kernel的基底 所以前面問題 他們的組合有沒有掉在Kernel裡面 因為Kernel是一個子空間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掉在Kernel裡面 所以你在做這個V的時候 你可以猜測 一部分是A1 V1 A and Vm 再來是後面的部分 好 請問這是多少 0 0 因為 這在Kernel裡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0 可以嗎 那後面是不是可以猜猜看 後面是不是可以寫成 A M加1 F的 B M加1 對吧 所以我是不是成功地把W寫成 後面的組合 成功地寫成 那些組合 對吧 那我們現在這樣寫 就是你剛剛初看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抽象 但是你要知道這是很單純 多單純呢 因為第二步其實很簡單 第二步就是 反正你任何一個以上裡面的元素 都可以寫成FV的樣子 然後V又可以寫成原本那些基底的組合 只是這個組合裡面前半段是掉在Kernel 所以經過F1的話 就可以全部插在我看 所以你根本就可以用後面 只用後面就可以組合出所有的影像 可以嗎 所以其實很單純的 這一開句你就算不寫 你也可以稍微想想要知道 可以嗎 好 那其實第一步稍微就囉嗦一點點 就是為什麼他們是獨立的 因為只要他們不獨立 這個關係是 或者說不要說不獨立 就是說這種可以組合出裡面的關係是 你可以反過來寫 先組合在印象 那你就會發現裡面的元素 明明你是補足Kernel 讓它變成V的基底 但你補出去那些元素的某個組合 居然要掉回Kernel 那他們跟Kernel剛才一開始的基底 再重新組合就要填到0 你知道全部系數就要是0 所以你知道你不會發生那種 你補出去的東西 系數還有非你系數的情況 就這樣 好 所以像森林圍路公式 可以嗎 那森林圍路公式 你不要說什麼很難記得 不會 因為你記得它的圖像 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公式本身你不記得並不要緊 剛才這個證明比較重要 你要知道證明過程裡面發生的事情 它就是把一塊大大的V 裡面有一個子空間叫Kernel 對不對 你就是把Kernel先選一組基底 然後把它補成一個V的基底 然後你去說明補出去的那些基底項量 送過去剛好會把影像 也構成影像的基底 所以影像的維度當然就是 補出去那些藍色的嘛 加上原本Kernel的基底 有一個個數 就是Kernel的維度 那就是整個V的維度 所以其實你這樣就不可能會記錯了 那你先不要說我要去一方面 背了那公式 然後我就要去想說 這名urities 沒快過 dage 不要 你要搞過you 跟你知道它發生的原理是什麼 那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你會記錯更何的結果 可以嗎 好 增進很常用喔 就是這個 就是Domain的維度 跟它裡面的子空間 cernel的維度 還有影像的維度的加重會是一樣的 可以嗎? 好 在我們繼續下去之前 我們已經有數語了 好不好? 一個數語 這個數語是這樣 這個數語其實很漂亮 但是我還是把它講一下 聽起來比較專業一點 我們說一個線性映射 它是一個isomorphism 這個中文叫銅共 銅共的意思是說 Fx by Jekyll 可以嗎? 就是一個對色的 如果它又是線性音色 就叫做isomorphism 那你說為什麼叫銅共? 就說它們兩個結構相同 對不對? 為什麼結構相同? 因為bijective表示它的元素 跟它元素可以完全配在一起 一個對一個 然後線性表示這邊加跟那邊加 效果要一樣 成倍數要一樣 對不對? 所以可能只是說 這兩個東西 它裡面的元素的長相不太一樣 但是它們可以完全對在一起 所以說你 而且對在一起的過程是保持 加乘性跟起性 所以說你關心的是 它們兩邊的 跟線性代數有關的性質 你去對V研究 跟對W研究會完全一樣 你都可以把它傳播去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是銅共 這裡面你看到一個子空間 然後把子空間送過來 就是這邊的子空間 對不對? 那兩個子空間的維護就是一樣 很強 你知道是一樣嗎? 因為這邊的基底 所以我覺得那邊的基底 因為這個完全是一個一對一的關係 你這邊有組合的係數等於0 那邊就完全有一模一樣的寫法 對不對? 所以只要一遇到銅共的時候 本來兩邊都是一樣的 可以嗎? 好 你說竟然一樣幹嘛特別講 我說了嘛 就是這樣聽起來比較專業一點 好 所以同課知道囉 只要一遇到跟線性空間 向量空間有關的 線性依色有關的問題 你大可把任何一個空間 換成跟它同課的別的空間 它沒有跟它影響 好 那我們前面扯了一大堆 就是這種抽象的東西 本來抽象的東西應該要後扯 就是扯啦 就是說後彈這些東西 我們應該先舉一件具體的例子 然後慢慢的讓你看到具體的例子裡面 什麼東西會變成抽象的東西 但是沒有這麼做的原因也是有的 就是通常講完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很有寫 所以當我講完具體的東西之後 如果我要再來發展那個抽象的東西 通常你會來不及 去熟悉那個抽象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不得不 採用一個比較反自然的方法 就是說你先給我吃一大堆 不知道什麼東西 東西進去 然後你就後來就頭好莊莊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說你的時間很充裕的話 你應該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學習 你應該要先徹底去觀察很多實際的例子 然後再從裡面慢慢去發現 它跟抽象理論的結合 我覺得那可能比較自然一點 好 不過我們現在回來講一些比較具體的東西 我要講一個你們可能從國中 我不確定是不是國中或高中開始接觸的 就線性方程組 線性系統 什麼叫做linear systems 或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 那我一想你馬哥知道你們最常見的就是寫一些 這什麼一次常等式 比如說3s加5y-6z 代表8 然後4x-3y-z 代表9 好 比如說這叫做一個連立方等數對不對 有一些變數 然後有一些計數 然後每個都是一次的 寫個等號 然後我要同時找xyz滿足這兩個式子 對吧 這叫解 解這個方式 那這個要怎麼來理解 我們當然想要去解它 你們會的做法是什麼 消去 對不對 想辦法說我把這個式子的幾倍加到另外一個 然後看可不可以把一個變數消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做 我們先把z解決好了 你會把下一個式子乘多少 6加上去 它會得到什麼 上面是不是得到 462427x-18-23 對不對 9654加8 不知道 62對不對 我得到這個式子 好 我知道 他們兩個一起都要成立 然後會推出這個結構 對吧 哇塞 不然這樣不對嗎 其實如果這個對 沒有任何理由 這兩個同時成立 所以你要怎麼辦 你剛才把他乘個倍數加上去 那你只要把他再留下來就好 這兩個條件是可以誤推的 對不對 因為呢 你剛才是把這個東西乘6倍加上去 你現在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把它乘-6倍加上去 就會回到第一個 對吧 可以嗎 所以我說你把它留著 那就不會漏掉任何訊息 這真的是誤推的 所以你本來是要解這兩個 你現在可以變成解這兩個 對不對 好 那原因 我為什麼知道這可以誤推 是因為我知道 我可以再從這兩個組合出 剛才我丟掉的這個方向式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比它簡單一點 你當然覺得說有嗎 因為這個式子少了一個變數 對吧 於是你就開始問你自己 這個式子所有的解可不可以知道 對不對 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 怎麼知道 你帶一個x進去會決定y 對不對 所以只要你 那帶x決定y 那帶x決定y之後 再套套下x就已經決定了 對吧 所以你對不同的x值 你可以解出相對你的y值跟z值 當x跑遍所有的數字就得到全部的解 對吧 所以你會覺得說變數變得比較少了 好像比較有辦法做得出來 可以描述全部的解 那這樣混在一起就看不出來 好 好 是其一 那當然你可以再問別的問題 比方說 如果這個地方又加了好幾條 又加了兩條 那你們可能就知道兩件事 比如說三條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會期待解只有一個 因為你兩條可以先消掉一個z 對不對 你用比如說第三條 兩條三條給你 你可以用其中一條 把另外兩條的z消掉 所以另外兩條就變成兩個變數的方式 那你站在兩條 又去把五塊消掉就可以解除x 就像以前國中學的那樣 然後就把它全部解除完了 好 確實很多時候是那樣 如果你就是再多一條 搞不好就找不到解 解不存在 因為最後一條把所有原本你解到的解 都殺掉了 也有可能 就都沒有 好 但是無論如何啦 你知道 就是你可以去問這樣的問題 給這種方向式 可以問有沒有解的問題 那我們想要徹底的去探討 到底你要怎麼樣回答這個問題 這是一開始 最早起的 就在問這些東西 你可以問說 到底有沒有解啊 什麼時候會有解啊等等 那我們要怎麼樣 有系統來討論它呢 我們第一步是這樣 我們第一步是要重新把這個式子 詮釋一下 當然有不同種的詮釋方式 我先舉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你們應該已經知道了 就寫一個矩陣 這個東西你可以把它寫成 3-6 4-3 1 對不對 好 乘上xyz 要等於89 可以嗎 就這個 這是一個2乘3乘3乘1 所以得到一個2乘1的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舉證符號的樣子 那剛才這邊這個是什麼 這數是27-13 0 4-3 1 對不對 對 也可以選這樣 那你會覺得說 哎呀 每次都 這邊還有一個z 你會想說每次我都要寫這些串東西 看起來很囉嗦 明明我剛才在做什麼 他的幾倍加上去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管那個xyz 我是對係數去做這個操作 所以看起來好像只有這個矩陣 才是重要的資訊的來源 反正我這邊都是要擺的yp進去的 應該要沒什麼影響 那我們來想一想 剛才我們做把它的 其實我們是把這一列的六倍加上去 對不對 我把一個矩陣 其中一列的六倍加上去 其實是什麼意思 你這樣想才會知道 三五負六 四負三一 你說把這個矩陣 這個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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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這個矩陣 你稍微想一下 就是它的效果 就是把這個地方 乘六倍加上去 可以嗎 我們來想一想 好不好 想一想為什麼 好 來 先問你喔 第二列是誰 這邊的第二列 算 是拿那邊的什麼 第二列來算對不對 這邊的第二列乘0一 你0一這樣乘上去的時候 0不會影響1 0就沒有效果 對不對 所以說1會留下來 那是不是1乘上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 對吧 可以嗎 所以這個係數 0一就告訴你 是拿0倍的他加1倍的他 得到這個結果 那你想喔 他第一列人 這樣乘 這樣乘 這樣乘對不對 是不是拿1倍的他加上6倍的他 ok 就這樣嗎 可以嗎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寫得 好像比較圖像化一點 我們可能會這樣想 1601 如果這個地方故意把它寫成 D1 D2 我畫橫槓表示是一排 一排數字 那他出現的效果應該是 D1加上6倍的D2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只是在講 我們剛才做的這個操作 把其中一排乘某個數字加上去 只不過是把這個項量乘上6倍加上去 第一排的D6就告訴你這邊的D6 那這個D就告訴你這邊的D 可以嗎 ok 這都有目標嘛 對不對 你乘下就知道了 就這麼一回事 那我再稍微進階一點點好了 好 再複雜一點點 也很簡單的 我這邊就有寫2603 這個數不限 他在有兩列 有幾行 I don't care 那乘出來應該是什麼 應該還是兩列對不對 你覺得第一列那個項量怎麼來的 應該是兩倍的他加六倍的他 因為你在乘的時候是這樣乘 這樣乘 這樣乘 所以上面都是乘2 下面是乘6 所以這地方就是兩倍的D1 加上六倍的D2 對不對 那下面呢 三倍的D2 可以嗎 好 所以這給了你一個認知 這種操作叫做列運算 就是你把原本的列啊 拿來做加減組合 或乘倍數重新加 你要得到 你從他去做一些運算 得到新的一組列 對不對 你可以把列運算實現為 乘上一個矩陣的樣子 可以嗎 因為你所乘這個矩陣 就是相當於做這種操作 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很快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這邊是V1、V2 如果我希望列運算 運算出來的結果 這邊就出現了 5倍的V1加上4倍的V2 然後3倍的V1減掉6倍的V2 那我應該對他做成怎麼樣的東西 上面應該是 5、4喔 對不對 下面呢 3、5、6 就這樣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只是一體的兩面 就是說你看一般生意代書的書 前面可以扯一大堆說 我就開始把那個列拿來 這個乘幾倍交到另外一列 然後就怎麼樣以來一去的 其實他只不過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只不過是把原本的這個矩陣 做成一個矩陣 那只是說做成這個矩陣會告訴你 你這邊對他做的操作是什麼 可以嗎 就是做這個 那我可不可以稍微再把它推廣一點點呢 比方說 這個地方有兩列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有兩列嗎 如果說我要理授出這邊有三列 這叫做7倍的V1減掉8倍的V2 這邊應該乘上一個幾層積取證 3乘2嘛 所以這邊應該多一個 7-8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這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就是這樣而已 OK 那你看喔 這種感覺很像什麼 這種感覺很像是 你把這兩個當作數字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當數字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2乘1群真 可以嗎 這是3乘2是2乘1 乘完之後應該是3乘1對不對 那3乘1每個位置怎麼乘呢 第一個位置怎麼乘 就是這樣 第二個位置就是這樣 第三個位置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個一般叫做矩陣的分塊運算 就是這個地方雖然表面上是一個矩陣 但是你故意把它整排當作一大塊的東西 那就好像把它當作數字一樣 好像用數字來乘 可以嗎 這叫矩陣的分塊運算 所以我只是告訴你說 有這麼一些計算上的小trick 我現在還要提什麼 喔 再提一個 也是問很簡單的問題 我如果現在有一個v1v2 有兩列 我要把這兩列調換 我把它換順序 這個要想什麼 那你就要問嗎 v2可以寫想幾倍的他加幾倍的他 0倍的他加1倍的他對不對 所以擺個1就可能嗎 可以嗎 下面擺1 可以嗎 我只是在講說 你對這個列去做任何的操作 那就只不過是在左邊層上一個矩陣 OK 然後呢 然後你要記得 比如說這裡有寫好幾個 沒有什麼 把這個係數就擺在這邊而已 一模一樣擺過去 這是對列舉作的操縣 那我就要問你喔 如果現在是對行呢 比如說我現在拿 我現在告訴你 這是某一行長這樣 好 那另外有一行長這樣 我希望把這個東西兩行做一些操作 比如說做成3倍的v1加上4倍的v2 然後再來是5倍的v1 一直做這樣 兩行 對他做什麼操作會面這個問題 這一次你覺得是什麼 剛才列運算是左層 那這次你覺得應該是右層 右層一個矩陣 這矩陣看起來應該要是2乘2的 對不對 所以這邊2是因為這邊有兩行 所以你一定要是兩列 出來的結果是兩行 所以你這邊必須要兩行 對不對 那係數要怎麼樣 3 4 應該對到30 對不對 這邊呢 應該是這樣喔 那為什麼 你就想嘛 你要用這邊的第一行來做 第一行就是拿這邊的第一行 對不對 第一行去呈這個 呈這個 這邊這個 可以嗎 所以這沒有什麼 這只是在告訴你 你要把一個矩陣的行跟行 或者是列去做操作 重新組成一個新的矩陣 那size也不限了 你本來可以是兩列 你現在可以變成三列 你只要確定 每一列都是用他們的組合表示 你在做的事情就是左層 那如果你是行的話就是右層 可以嗎 這件事情你們自己回去熟悉一下 好不好 那這個操作 這種行列操作 本來你是對矩陣去做 但是你可以把它實現為 左層或右層矩陣 對不對 列操作就是左層 行操作是右層 我們可以把它做得更一般 我想我們今天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講 我們只講一些很粗的 就是計算上的小觀察 我剛才不是有講到 你可以把這整列當作一個數字嗎 對不對 乘的時候當作一個數字嗎 我們可以做更誇張的 比方說 我先給你隨便學 來 你們寫好了 來 你們給我寫一個 五乘三矩陣好了 過來的想數字 五乘三好不好 現在要給五個數字 給三個數字 給三個數字 拍 拍一 就是 可以為大家要講這個 沒關係 一二三字 七八 就這樣好不好 寫了一個指針 五乘三 我要跟人家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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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乘的是三乘多少 對不對 好 我來一個三乘四 三乘四 好不好 我來就好 我來就好 比如說 應該會是一個五乘四 應該會是一個五乘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操作 是這樣 我隨便舉例 比方說我把這個矩陣 我就故意這樣切開 可以嗎 這樣切開 好 然後把它想像成四個數字 可以嗎 我現在故意把它假裝成是一個二乘二的矩陣 那邊的話 它既然變二乘二的矩陣 那邊也應該變成二乘多少 對不對 可是變二乘多少的時候 因為這邊其實是兩個 所以我這邊只能用兩個來做 可以嗎 所以我就把它這樣切 就這樣子看 可以嗎 那垂直的方向我可以隨便切 比如說我就這樣切 隨便這樣切 好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一個二乘二矩陣 那個是一個多少 二乘三矩陣 對不對 好 於是你就開始想 二乘二乘二乘三的時候 按照規則 應該會怎麼樣 對不對 乘出來應該是一個二乘三 對不對 那我們就假裝寫一個二乘三 這有二 這有三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開始想 這個新的二乘三的 這個位置應該是誰 按照原本的規則 這個是第一列第二行 對不對 那是不是應該是那邊的 第一列第二行 第一列是誰 是不是這個 對不對 第二行呢 是不是這個 對不對 好 所以你乘的時候 應該是拿他的第一個數字 乘這個 加上他乘這個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真的寫出來的話 這個打勾的位置應該是 π11i23 乘上4737 再加上782 可以到了 乘上123 對不對 如果你就真的假裝這樣做的話 他答案是不是對的 就你每個位置都可以這樣出來 可以嗎 好 不信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就來看 比如說這個位置好了 這個位置 好不好 那個位置應該是這邊的誰 第一列對不對 第一列 那第幾個 這裡應該是這個 對不對 這個 所以是不是出現 π17431 對不對 那是不是剛好是這邊的 π17跟431 對不對 可以嗎 就這樣 好不好 那至於為什麼這個是對的 這很容易想 你自己會想 超級簡單 不要打算太難 就是說 當你把這個曲針一開始 先切割成一些小塊 你要注意喔 切割的意思就是要真的用重的跟合成 剛好切成像一個新的曲針的樣子 然後呢 兩個你要成的時候 你要確保什麼 你要確保該成的時候 那個尺寸是對的 比如說你這裡是兩個 這裡就算兩個 好不好 不然你辦法切成這裡明明是兩個 就這邊故意切三個 那就沒辦法乘 就不行這樣 所以只要你確定的是這邊切的數字 這是21 這邊就是21 其他方向不管 那不重要 這邊是多少不重要 這邊是多少不重要 只要接在一起的時候 剛剛好這邊是多少 這邊是多少 那這個時候 你去怎麼切 去乘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一大塊 想一個數字 撐開就是你要有雜案 可以嗎 那這件事情 某種意義上來說 就是推廣的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列運算或行預算的組合 它是一個就是最廣 比較廣義的版本 就是你切好幾塊去做 那這件事情 我只是用一個 好像比較初等的方式呈現 那實際上它也有一個 比較內在的方式可以詮釋 就是為什麼會這個公式是對的 這樣算出來結果是對的 不過就算你不知道那個詮釋 你稍微想一想 整個過程 你也會知道就是這樣 那你要怎麼樣去知道 這個等號是成立呢 我要你去想的方式很簡單 你只要想這邊的 第幾列第幾行 那個位置要怎麼決定 你想這件事情 就會知道為什麼這個公式 要是對的 可以嗎 這叫舉聲的分塊運算 好 那因為時間也有限 所以我可能也沒辦法講得太那個 我最後再講一個觀念 我們下次從這個地方揭取下去 講一個觀念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一件事 為什麼我去講這個行列預算這些東西 後面還整個這些 因為我要去解方程式對不對 解方程式 那你知道解方程式弄成這樣 這邊是不是多了一個0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情況比較好一點 那一般的情況要怎麼做 就是一般的方程式會怎麼寫 一般的方程式我們會這樣寫 我們會寫A11X1加A12X2加到A1NXN等於B1 好 那再來是A21X1 B2 好 一直到最後是AM1X1 AM2X2 加到AMNXN等於B10對不對 好 這叫方程式 所以全部有幾條方程式 有M條 變數有N的 我們會喜歡把它寫成怎麼樣 我們這次可能會把它寫成 舉正的樣子 我們就會把它寫成A11A12 A1N 好 AME AMN 對不對 好 然後乘下XE到XN 要等於B1到Bn 可以嗎 就像剛才那樣子 是把它寫得比較細 式化一點 好 那我們剛才在做的事情 就是消去法 就是把某一行成了幾倍 加到別的行 好 一直這樣消消消 然後我們不要太複雜 我們不要一次做兩 你可以想說我們就慢慢的一步步做 就把一行就成猛倍速 加到另外一行 然後接下來再繼續做 可是你要確保 像剛才我這邊講說 你把剛才這裡 這個第二行六倍 對不起第二列 六倍加過來對不對 你只會得到第一個式子 如果你要確保這兩方向可以互推的話 你必須要留下原本的那個傢伙才可以 這件事情相當於在說什麼 相當於在說我們剛才乘的那個 這邊乘的效果是不是乘上1610對不對 這是可逆的 這個操作是可逆的 你只要把這個矩陣乘上1-610 乘上去就回到剛才這個家 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做列運算 但是我要確定做列運算的時候 每一步都是可以回去的 那你可以感覺到就是你可以做的操作 有哪些是可以回去的呢 第一個是把其中一列成某倍 交到另外一列 但是除了倍加的那一列之外 其他都不改變 這樣你只要把剛才那一列乘負的 同一個倍數加回去 就回到原本的矩陣 對不對 這其中一個 那還有什麼操作不會改變 迅值 就你把某兩列換出去 再換出去 那雙的字完全一樣 不會改變迅值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不斷地做這個操作 就某列乘某倍加到別列 其他都保持不變 再不然就是換順序 一直做 那做到最後你會想變數一直消 對不對 消到最後會出現一個形狀 會出現一個形狀 那個形狀會長這樣 就是第一排 可能這裡有一個非0的數字 但這裡就是0 可以嗎 然後第二排都被它消光了 所以這邊都是0 可能有更多的0 然後這是非0 然後第三排 第三列 可能有更多的0 然後這裡有一些非0 以此類推 那做到某一步 這不是0 好 可能下面都是0 你可以把這個係數變成這樣的一種矩陣 因為你就想像你從最後一個變數開始消起 只要你能夠把它消掉就消掉 那你原本的方程式的矩陣就變成新的這個 那你變成要解的是X1Xn等於這邊的新的數字 你要變成解釋的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就比較容易解釋 為什麼 因為從這個人開始 這個 這條方程式會牽涉到只有前面幾個變數 最少的變數 它就好像是我們剛才這邊的 這條 對不對 它已經不牽涉到自己的 好 所以你就可以去指定裡面的數字以後 你就指定某幾個去把其他的解出來 基本上 然後再套到下面 所以為什麼會做這個操作 就是模仿剛才的過程 那你總是可以把一個矩陣做列運算 做成這種階梯狀的矩陣 然後階梯的右下角是0 做成這個階梯狀的矩陣以後 可能會有一些這種 這種列不是0 對不對 你看有幾個不是0的列 有幾條列不全為0 好 那個個數啊 不全為0的列的個數 有一個名稱叫做 the number the number of num zero rows is called the row rank 這個矩陣如果把它叫A的話 那A的列字 可以嗎 好 我再說一次 好 我剛才講的比較簡易一點 一般這個有一個形式 有一個名稱啦 叫做有個專有名字 我不想叫他專有名字 我們就把它叫做某種標準跨約型態 好不好 就是你把一個矩陣 這矩陣裡面可能有一大堆乱七八糟數字 但是我把它做 一直做列運算 做可逆的列運算 那做到最後 讓它變成一個階梯狀的矩陣 這邊階梯的右下角全部都是0 那我就來看看有幾個階梯被我留下來 知道嗎 看有幾個階梯被我留下來 那這個階梯的個數 非0階梯的個數 這叫做這個矩陣的Row rank 可以嗎 OK 那如果是以剛才這個為例 剛才這個矩陣為例 我剛才做了列運算是變這個 那我要讓它變階梯狀 我就把它上下跌倒 可以嗎 上下跌倒就變階梯狀 有幾個不等於0個例 有兩個 所以這個例子Row rank是2 可以嗎 那如果我做出來之後 然後我得到的結果是 123 0 0 2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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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 0 0 0 然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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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做算是這樣 一開始假設是一個5乘6矩陣 要做完變這樣 請問你它的Row rank是多少 3 對不對 有3個不能迎接1 好 不過這裡面產生一個小小問題 這是我下次會講的主題 我現在把一個舉證給你了 然後你就開始做剛才這個列運算 對不對 然後你就做成階梯狀的時候 你說有幾個非0階梯 你得到一個答案 結果你隔壁那位同學 他也開始做列運算 可是你們兩個做的過程可能不一樣 比方說我剛才是把這個人的6倍夾過來 對不對 他也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把這個人的-6倍 6分之1倍 6分之1倍夾過來 對不對 所以有兩頁 有兩頁的時候你已經知道有不同的加法了 你如果更多條的話 大家做列運算得到階梯抵振的形狀的時候 這個過程可能不一樣 有沒有可能發生一種現象是 你得到一個3階的 結果另外一個得到一個5階的 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嗎 你覺得不可能發生的話就要有理由 因為明明大家做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喔 那這點其實還比較容易說 這點蠻容易的 很容易就可以說明 答案不會不一樣 大家都會一樣 第二點就更詭異了 再說一個 我們剛才是把它做列運算 對不對 做成階梯狀 我也可以把它做航運算 那航運算做完之後的階梯 階梯狀況要怎樣 它就應該要是像這樣 這裡有一些零 這裡有更多的零 這裡可能有更多的零 所以這裡有一個階梯 對不對 你可以看有幾個階梯 那非零階梯的個數叫做 Harlan Rack 叫航置 對嗎 好 那一樣的 假設你相信大家做出來的 航置都會一樣 雖然過程不一樣 於是對這個舉證來說 你會得到兩個數字 一個是列字 一個是航置 一個是做列運算得到的 一個是做航運算得到的 一個是做航運算得到的 列字跟航置會不會有關係 OK 就你一個正列 一個是你一次用列 去做這種階梯狀 看最後殘留的階梯有幾個 一個是用航運算一直做 做到階梯狀 看殘留的行有幾個 這兩數是有沒有關係 那 當然是有關係 不然我就會問你 你們自己回去想想看這個關係 你就做一個例子 或做兩個例子 你們做一做就會發現有一個關係 照理想要很意外 怎麼會這樣呢 好 自己回去想一想好不好 我們下次找機會來 來講 可以嗎 好 現在講到這裡 謝謝